第501章 邪门的刘峰 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四个人在这里相遇,但是四人都和一个人有着莫大的仇恨 华英雄的妻子被这人公虽女干致死 无名的妻儿在权力的争夺当中被残忍地杀害 萧辰的女朋友被对方抢走 而唐天自己曾经却被这个人联手其他人封印过 可以说,四个人都和此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全都又要将其杀死才能发泄心头之恨 这让唐天心中无限感慨 这刘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奇葩人物 居然到处惹是生非 并且至今还逍遥自在并没有被仇家杀死 唐天心中猜测 这刘峰不知道做下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恐怕他的敌人远远不止自己这四个人才对 可是这个人到现在还逍遥自在 这根本就不合理 同时,唐天心中有点凝重 既然这刘峰做下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都还能够逍遥自在 真的是那么容易斩杀的 这让唐天有种怀疑 此行前来诛杀刘峰恐怕没有那么顺利了 说不定还会出现什么重大的变故 也说不定 萧尘三人听到唐天的话都是一脸的惊奇 自己三人和刘峰有仇 他们都是知道的 可是为什么萧尘随便从路上拉来一人 都能和刘峰有仇 甚至不远万里 专程前来诛杀此人 你的敌人也是刘峰 他对你做了什么 萧尘看着唐天问道 眼神向赵月儿看了一眼 心道以刘峰的心性 不会是对人家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唐天才特意跑来杀他的吧 喂喂 你那是什么眼神 看到萧尘的眼神 唐天就知道 他心中想的是什么了 顿时瞪着眼睛呵斥的 同时 赵月儿也明白了 萧尘那眼神是什么意思 怒目而视 就差拔刀砍人了 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好不好 你那是什么臭眼神 看到唐天和赵月儿的眼神 萧尘就知道自己误会了 灿灿地笑了笑 没敢说出心中的猜测 他敢保证 要是自己说出来的话 肯定会被暴打一顿 不过就在这时 华英雄看着唐天说道 我们都是无名小卒 倒是你 可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 唐天 主成的城主 我等如雷贯耳 不想今天却见到了本人 实在是三生有幸 如果你不说出自己的身份的话 我都不敢相信 你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实在是太让人不敢置信了 最特殊的是 我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哈哈哈哈 当福一大百啊 双尔为自己倒了满满的一碗酒 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 干 华英雄喝完之后 唐天三人也一起举杯干了一碗酒 喝完之后 萧尘好奇地看着唐天问道 我们的事情你都清楚了 倒是说说你 和刘峰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居然不惜坐镇主成 不远万里前来这里 也要将其诛杀 我很好奇啊 唐天摇了摇头 再翻了个白眼 郁闷地说道 和你们不一样 我和他的丑怎么说呢 有点特殊 不像你们这样的 这个事情真的不好说 听了唐天的话 萧尘越发地好奇了 问道 有什么不好说的 你不会是背他 滚 唐天看到萧尘那猥琐的眼神 就知道他没想什么好事 无非就是 要说什么花什么抱的事情 唐天顿时怒骂道 呵斥完萧尘之后 唐天这才说道 当初 刘峰不知道怎么的 就跑到希望之城去了 然后设计联合希望之城的 一个大将军 将我封印了一段时间 那种被放逐 在永恒黑暗当中的孤寂 你们是不会明白的 没有声音 没有光亮 是一片永恒的黑暗和冰冷 简直让人绝望 若不是我心智坚定的话 恐怕早就发疯了吧 说着这些 唐天心里一阵后怕 与此同时 赵月儿抓住了他的手 紧紧地握着 想用自己手心的温度 驱散唐天心中的阴影 旁边的三人当看到赵月儿 看向唐天的眼神时 那种柔情似水 那种相濡以沫 让他们心中一酸 无比地羡慕 几层河时 自己身边 也有这样一个人 在无怨无悔地陪伴着自己 可是现在 场面顿时一下子就沉寂了下来 各种想着自己的心事 没有一个人说话的 最后还是唐天打破了沉默说道 据我了解 这个刘峰的实力 并不是无敌的存在才对 当初我就能够以一己之力 将其斩杀了 可是 你们的实力都不弱才对 为什么都没有 将其杀掉 唐天尽管没有和刘峰正面交过手 但是传承神殿要是争夺一战 倒是让唐天对他的实力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尽管学会了五阶技能圣灵剑法 但是却根本就发挥不出 其全部的威力来 更是在自己当日破焰而出的时候 他被赵月儿都追杀得狼狈而逃 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萧尘这三人处心积虑之下 都没有杀死 这是怎么想都有点玄乎 要知道 萧尘的实力 是何等的那一天 当初可是驻剑城的大统领之流 堪称镇压一方的恐怖存在 华英雄和无名 就更不用说了 能够和萧尘城外朋友的人 怎么会没有点惊天动地的手段 但就是这样的三个人联手之下 处心积虑都没有能将仇人手刃 那刘峰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是 唐天越想越古怪 可不是吗 当初的希望之城 和适合驻剑城 相隔了一个万寿石灵的存在 相隔何止千万里之遥 那刘峰为什么就单单地跑到那里去了 能够明确地去争夺 传承神殿的钥匙 单凭半张地图吗 打死唐天都不相信 半张地图能干什么 他又为何知道 希望之城在那一天去寻找钥匙 还有 之后封印自己的事情 怎么就那么巧合 作为驻剑城的大统领 他怎么能够认识 远在希望之城当中的大将军周山 两人联手之下 将自己封印 哪里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越是深想 唐天就越是觉得这些事情当中 透露着无比巨大的隐情 就仿佛 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在操作着这一切一样 听到唐天的话 华英雄三人对视了一眼 萧辰叹了口气说道 你以为我们不想杀死他 我们做梦都想让他死 可是这个人太邪门了 总是让人无法抓住他行事的诡计 让我们一次次的计划都落空了 以至于到现在 根本就杀不了他了 邪门 可不就是邪门吗 回想起刘峰的种种 唐天也有这样的感觉 问道 他是怎么个邪门法 萧辰看了华英雄和无名一眼 微微点头之后说道 我跟你说一说 刘峰这个人的成长经历吧 作为他的敌人 我太清楚不过了 原本在这驻剑城这个范围 最早不就是英雄建立了一个势力吗 最后被清歌夺取了 这都没什么 不过邪门的是 在这之前 驻剑城当中 根本就没有刘峰这个人 仿佛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以锐不可当的姿态崛起 一路高歌猛进 谁都无法阻挡 他前进的脚步 大杀四方 最后以绝强的姿态 坐上了大统领的位置 然后神秘地消失 两个月前狼狈地逃了回来 还断了一条手臂 最后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的手臂再次长了出来 实力更强 再次消失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很狼狈 是被城主清歌亲自就回来的 不过就是 从那之后 城主清歌就不太管驻剑城的事情了 反而是将所有的事物 都交给他管理 堪称是驻剑城的城主了 由此 我们怀疑 城主清歌已经被刘峰控制 甚至其他几位统领 都遭到了他的毒手 如今 整个驻剑城 可谓完全都在刘峰的掌握当中 唯有飞雪大统领流浪在外 不知所踪 听了消沉的一番话之后 唐天眼眸当中光芒闪烁 时间上完全能够吻合 第一次断了条手臂回来 想必就是争夺传承神殿钥匙的时候 被自己斩了一条手臂 第二次应该就是自己破除封印的时候 他被追杀逃回来了 这是消沉所说的 如今的驻剑城几乎都在他的掌控当中 这点让唐天完全不敢相信 若真的是这样的话 想要杀他就千难万难了 并且 这都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是 刘峰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来的 太过邪门太过诡异了 以至于每一次看到他都有一种巨大的变化 不管这人再怎么邪门 一定要将其诛杀掉 唐天斩钉切铁地说道 就在这时 萧辰看着唐天 爆出了一个让唐天肝胆剧烈的隐秘 只见他无比凝重地看着唐天说道 就在几天以前 我女朋友通过特殊的渠道 为我传来了一句话 当我们三个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几乎都被震得脸色苍白 只觉天旋地转 他说了句什么话 唐天皱眉问道 他有预感 这句话 恐怕就是刘峰的邪门源头了 萧辰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我女朋友很漂亮 是刘峰的私藏 但是以刘峰的风流诚信 都舍不得对他用墙 刘峰经常去看他 想用真情打动他 可是有一次 刘峰喝醉了酒 去看我女朋友 无意当中说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秘密 第502章 刘峰的来历 驻建城当中 中华楼里面 主称城主唐天 原驻建城大统领萧辰 中华楼的两个老板 华英雄和无名其聚 商讨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刘峰 四个人 每一个走出去 都堪称是跺跺脚 就地面颤三颤的人物 可是去都 机缘巧合之下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并且人人都欲要将其诛杀才能罢休 此时 面对唐天的疑问 萧辰就要说出 关于刘峰最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 还是他那被刘峰抓走的女朋友 冒死悄悄传递出来的 事关重大 唐天不得不小心一对 就在萧辰快要说出来的时候 唐天打断他说道 等等 这个秘密 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吗 华英雄无名和萧辰三人点点头 表示是这样的 当然 还有一个萧辰的女友知道 却不在这里 被刘峰囚禁了起来 听到他们这样说 唐天道 事关重大 这关系到我们的仇能不能报 不得不小心一对 既然这驻建城 都差不多被刘峰完全掌控了 我们就不得不小心隔墙有耳了 必须得做点防护措施才行 说着 唐天无声无息之间 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卷轴说道 这个是一个小玩意 没有多大的作用 叫做隔音结界 可以防止我们的谈话 被别人偷听了去 在三人赞叹唐天 小心谨慎的目光之下 唐天大开了隔音结界卷轴 顿时 一股无形的波纹扩散开来 形成了一个直径三米的透明罩子 将唐天等人隔离在了其中 哪怕是他们在里面大吵大闹 也绝不会传出丝毫的声音来 结界形成之后 唐天这才说道 好了 小心为妙 这一下就不怕被人偷听了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能够无声无息潜伏在附近的人 大有人在 说不定还有顺风耳这样的技能 好了 你说说看 到底是什么话 让你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连刘峰这样一个生死仇人 都不敢去杀了 萧陈赞叹地看了一眼唐天 做事居然能够这样谨小甚微 难怪能够做到主城的城主了 于是开口说道 当时我女朋友悄悄带出来的话不多 也就几句 他说的是 当时刘峰喝醉了 下意是说漏嘴才说的 他说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完全不是我熟悉的世界 十年之内的所有大小事情我都知道 但是 自从回到十年之后的今天 怎么感觉 一切都变了 希望之城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 城主若曦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根本就不存在的 害得我重生为丧尸 又要统一天下 却早早地被这娘们杀了 但是她恐怕想不到 我是杀不死的 因为我是从十年之后回来的重生者 知晓一切东西 杀死我丧尸的身躯 我可以再次复生 以另一种形态复活 再次军临天下 还有那什么新手村 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地方 怎么这些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都相继出现了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出现了什么样的变故 什么新手村的村长 也想和若曦那个女人一样杀我 但是你们是杀不死我的 除非 萧尘说到这里 就没有再说话了 一脸的无奈 唐天下意识地问道 除非什么 完了 萧尘很是苦涩地说道 完了 唐天无语地问道 这算什么事 到最关键的时候 居然没有了 是的 完了 我女朋友传出来的消息 就只有这么多 当时刘峰迷迷糊糊地 说到这里就睡着了 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萧尘有点抓狂地说道 我擦 唐天在心中无力吐槽 不带这样玩人的 关键时刻居然不说了 这算什么事 哼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我们之前明明每一个人 都差不多有能力杀死刘峰 却没有贸然动手了吧 就是因为 即使是我们杀死了他 也不能真正地杀死他 他还会以另外一种姿态复活 到时候这茫茫事件 我们去哪里找他 所以我们才潜伏在这里 想尽办法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 华英雄满眼沧桑地说道 想到明明可以手刃仇人 却不能将其杀死的那种煎熬 可想而知 华英雄内心是多么的煎熬了 也就是说 刘峰是一个重生者 来自十年之后 跨越时空而来 到达现在 唐天眉头都皱成了一个穿字 心中无比凝重地问道 重生者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名字 知晓未来的一切 手段千奇百怪 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怎么走 会出现在哪里做些什么 更甚者换句话说 他知晓未来的一切大人物 是什么状态 提前将其收服 到时候 谁能阻止得了他 还有 他知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会出现什么宝物 甚至什么地点出现什么怪物 在什么时候 被什么人杀掉 爆出什么宝物 他都知道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当他得到这逆天的作弊器之后 谁能够阻止得了他 难怪 难怪当初住建城 相隔希望之城那么远 这个刘峰都能知道 他们要去寻找传承神殿的钥匙 从而处心积虑地来到希望之城这里 几乎是同一时间到达万寿石灵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巧合 而是他根本就知道这一切 提早做好了准备 而且 我想封印我的事情 恐怕也是 听说了我这个本应该不存在的人之后 才做出的临时打算吧 他自己不敢确定我的手段 这才拉来了周山当替死鬼 好高深的算计 重生者 难道就真的那么可怕吗 听了萧辰的话之后 唐天心中宁然想到 这样一来 事情就大调了 不说这个刘峰控制了 朱剑城这股恐怖的势力 单单是他本人 就很难被杀死了 这可如何是好 杀死他不难 难的是 怎么真正地杀死他 如果希望之城的城主 若曦听到了萧辰的一番话的话 肯定就会想到 这个刘峰肯定就是当初 自己斩杀的那个丧尸首领 脑袋都被批飞了却 跑到朱剑城来 成为了刘峰 继续兴风作浪 当真是一个可怕至极的怪物 他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 唐天皱眉道 这样说来 我们即使是杀死了他 他也会以特殊的方式复活 城外其他一种状态 或者是人或者是怪物 继续活下来 此时我才真正地明白 为什么以你们几个人的实力 联手之下 都杀不死他了 不是杀不死 而是不能杀 甚至可以说 在找到真正能杀死他的方式之前 还要暗中保护他 还有比这更糙蛋的事情吗 面对唐天无奈的愤怒 萧辰等人 只能抱以苦笑 他们何尝不想马上就杀死刘峰 可是目前真的不可以啊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我们都是从文明世界过来的 很多东西 大家都应该了解 重生者都有一个金手指 而刘峰的金手指 就是杀不死 拥有一个类似于夺射的技能 就在此时 一边的赵月儿 突然开口说道 在座的几人都不傻 听到赵月儿的话之后 顿时眼前一亮 华英雄立刻说道 肯定是这样了 假设他拥有夺射的技能 一旦他的这个身体被杀死之后 就会夺射其他的人 或者是怪物继续复活 达到杀不死的目的 这还真的是 无比纠结的一件事情啊 如今看来 我们只能假设刘峰 拥有一个类似夺射的技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所要准备的 就是怎么阻止 甚至是剥夺他的这个技能 以达到杀死他的目的 无名沉寂道 众所周知 夺射这种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状态 但是应该都是 类似于 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摧毁人 或者是其他生物的灵活 以达到占据的目的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找一种东西 或者是一种技能 能够完整阻止精神力的逃逸 将刘峰的灵魂 困在身躯当中 这样才能想办法杀死他 唐天眼睛一亮说道 对 就是这样的 那么 你们可曾知道 有什么东西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肖尘一脸期待地 看着唐天等人问道 几人面面相亏 谁都不知道 什么玩意有这样的效果 毕竟涉及到灵魂精神力什么的 在场的人尽管实力强大 但是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呀 如此的话 我们就必须得找几个精通精神力的法师职业 来讨论了 或许他们有办法 华英雄说道 不只是精神系的法师 还有道是什么的 毕竟妖魔鬼怪这些道师 应该毕竟在行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和佛宗的人接触一下 他们应该毕竟了解这种什么轮回啊 重生啊 夺舍之内的东西 唐天出言提醒道 众人眼睛一亮 按道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只是佛宗的人很神秘 而且在场的人只是听过 却没有接触过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接触这些人啊 或许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斩杀流风的时候 一举将他的身躯和灵魂完全摧毁 让他没有时间灵魂逃逸 进行夺赦重生 赵月提议道 唐天等人听了摇摇头 唐天解释道 这虽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但是 谁知道杀死他的身躯之后 他的灵魂有没有逃逸 有没有进行夺赦重生 一时之间 众人显然了沉默之中 第503章 中华傲诀 是啊 你再怎么将其斩杀 但是 你能够确定 你已经将他完全杀死了吗 作为重生者 众所周知 几乎都带着金手指的 这是除却这个世界发展记忆之外的东西 原本重生者 因为带着未来世界发展的记忆 就已经堪称逆天的存在了 再加上金手指 是何等的逆天 重生者是什么 那全部都是一个未免的主角 堪称上苍之子的存在 是那么好杀的 尽管在场的人 没有一个真正的接触 并了解过重生者 但是谁不知道 重生者在一个世界当中 都是永恒的传说吗 重生者 这三个沉甸甸的名字 压在了在场的人脑海当中 几乎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无他 因为重生者的手段层出不穷 你永远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底牌 你永远不知道他 还有什么逆天的东西 没有施展出来 就比如刘峰 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是重生者 可是 谁能断言 能够杀死他 哪怕你真正的将他杀死了 但是你能确定你 消灭了他吗 最后 唐天眼睛猛然一亮 看着其他人笑了 说道 我们都走进了一个误区 重生者无论再怎么逆天 他始终是一个人而不是神 就能够杀死 我就不相信 刘峰能够无限制的重生 肯定是有次数限制的 而且 恐怕还需要很多条件 如没有什么条件 限制的话 那他不是无敌了 我们还玩什么 所以 我们大可不必纠结 与他死没有死 而是需要先把他杀死 若是杀死他之后 怎么确定 他真的死没有死 若是他再次夺赦 其他东西再生 我们怎么寻找 肖尘提出了一个疑问 不 这次我们要杀他 就一次性将他解决 而且我敢保证 肯定能够彻底地消灭他 唐天无比自信地说道 其实在他知道了 刘峰是重生者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 怎么杀死他 直到现在他才发现 要杀死刘峰 真的很简单 之前 大家完全都走进了误区当中去了 看来城竹 你是有了一个万全之策了 说出来大家听听 无名诧异地问道 看了他们一眼 唐天自信地笑道 你们全都想着 怎么杀死 他再确定他真的死没有死了 但是你们却忽略了一个地方 在那里 还怕找不到杀死他的方法吗 唐天的话 犹如一缕甘泉 流进了众人的心中 是啊 不是还有那个地方吗 你说的是竞技场 华英雄眼睛当中 闪过激动的光芒问道 是的 就是竞技场 竞技场号称 可以兑换到任何东西 记住 是任何 虽然不能请竞技场 亲手将刘峰灭杀 但是我想 消耗积分兑换一个 确认杀死他的方法 或者是确认他 已经完全死去的道具 应该是可以的吧 唐天开口说道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只要兑换出一件 能够确认他身在何处 甚至是确认他 已经死去的道具 这肯定是可行的 原来真的很简单 不过话说回来 刘峰作为重生者 一定是知道这些的 恐怕早早地就兑换了什么东西 屏蔽这一切吧 无名担忧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不过就是拼积分而已 积分多了 难道还不能兑换到吗 唐天笑道 竞技场毕竟只是一个商人一样的存在 并不是什么帮人保守秘密的地方 只要花费了大量的积分 什么东西兑换不到 嗯 就这样定了 到竞技场当中去 兑换一个确认他身在何处 甚至是杀死他的方法 萧辰热切地说道 自己女朋友还在对方手中呢 他能不急切吗 巴不得马上就动身 这是急不来 刘峰作为重生者 堪称上苍之子 想要兑换到杀死他的方式 可想而知 需要多少积分了 并且 他更是可能已经兑换了什么 屏蔽自己的道具 这样一来 花费的积分就更多了 而且 他可是掌握了驻建城这个庞然大物 海量的积分堆积在让身上 肯定已经屏蔽了一切 根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得从长计议 找出其中的漏洞 争取花费最小的代价 将其杀死 巫明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说道 是啊 刘峰掌握着那么多的资源 怎么可能不将自己保护的固若金汤 这事先不提 城主大人 可否将英雄剑割爱呢 这时 华英雄看着唐天笑道 双眼看着唐天背后的英雄剑 充满了热切 毕竟 这把剑可是他真正的配剑呢 这话怎么有点别扭 拼到华英雄的话 萧承和吴明都不说话了 一脸古怪地看着唐天 看他有什么条件 他的身份摆在这里 应夺肯定是不行的了 唐天看着华英雄笑了笑道 割爱不是不可以 两个条件 第一 你拿出让我割爱的实力 英雄剑有得者居之 我可不想他白白地落入了庸人手中 第二 拿出一把相同等级的武器 最好是寒冰属性的武器 我交换给你 怎么样 哈哈 那是当然 第一个条件好说 第二个条件嘛 说到这里 华英雄转身看向吴明说道 吴明兄 这就要看你的了 吴明开口道 众所周知 我吴明最是喜好收藏宝剑 剑石当中收藏颇多 只是好剑没有几把 这就要城主大人自己去亲自挑选了 冰寒属性的宝剑 倒是有两把 不知道城主大人满意不 到时候 你自己去看就是了 唐天看着吴明脸色古怪 心到风云当中的吴明喜好收藏宝剑 没想到 这个眼前的吴明 也学了个石成石 不过还是笑道 也好 让我见识一下吴明大侠的收藏 这时 华英雄看着唐天问道 不知道城主大人 要怎么样才将英雄剑给我呢 是切磋武艺吗 不过这个地方可不太适合 可不是 在这个小小的包间当中 别说鄙视武艺了 实力达到 他们这个地步 动静稍微大一点 都有可能将整个中华楼给拆了 不过唐天却笑道 很简单 就在这里 你用全力攻击我 直一击 我想看看你的实力 到底有没有资格拥有英雄剑 放心 我保证拆不了你这中华楼 华英雄眼睛一眯 开口道 城主难道就这样自信 若是我这中华楼被拆了怎么办 哈哈 若是被拆了 我陪你一个中华楼就是 唐天笑道 既然这样的话 城主大人小心了 华英雄口中说道 脸色一正 眼中的沧桑消失不见 化而成外了无比凌厉的正气 几乎化作了实质一般的剑气 身上衣服无风自动 烈烈作响 恐怖的气势爆发 甚至空气都不能承受 他身上的气息 而动荡开来 空气别看只是轻微的震动 但是要知道 那得多么恐怖的力量 才能造成 不说其他 单单是这动荡的空气 恐怕都要将这包间内的 一切化作粉末 显然华英雄 这是在使用全力了 空气动荡 看得边上的消沉和无名皱眉不已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包间内的一切化作粉末 就瞪大了目光 满是不可思议 只见对面的唐天 左手极其缓慢地抬了起来 顿时 大家就感觉到 这房间当中的空气 仿佛化作了浓浆一样粘稠 并且轻柔地旋转 华英雄身上 那强烈的气息 一下子就被化作了无形 动荡的空气被抹平 并没有波及到包间内的一切嘶吼 来得快去得也快 仿佛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唐天依然那样满脸笑意地坐着 只是手却放在了桌子上 太极欲物 上扇若水 与无声无息之间 将包间内的波动抹平 刚学会了没有多久的 七阶技能太极拳 在唐天手中 只露出了冰山一角的威能 华英雄目光当中神光暴射 看着唐天大鹤一声吼 不愧是主城的城主 不过接下来才是我的攻击 你小心了 中华傲爵 傲气中华 顷刻之间 华英雄身上 爆发出无比猛烈的强烈气息 虚空动荡 仿佛不能承受 之间一点宁若实质的红色剑芒吞吐 虚空都被扭曲了 红色的剑气 爆发出无比猛烈的正气 致大致强 致刚致阳 粉碎一切邪门歪道 斩灭一切妖魔鬼怪 比之唐天全力施展残阳刀法 还有猛烈很多倍 唐天知道 华英雄这是将中华傲爵的剑气 压缩到了极致的表现 别看只是这一点 若是爆发开来 恐怕方圆数千米的一切 都要被撕裂成粉末 其威力之强大 根本就不是爆发开来的剑气 若能比拟的 指尖那一道恐怖的浩然剑气 恐怕是华英雄能够做到的极致了 这还是要他的心境 跟中华傲爵相匹配才能做到 要不然早就爆发开来 将整个中华楼的一切 轰成粉末了 指尖一道吞吐不定的浩然剑气 竟直向唐天刺了过去 若是唐天挡不住 必定被爆发的剑气 撕裂成碎片 喳喳都不剩下一个 对面的华英雄 极力地控制指尖的剑气 脸色通红 显然到了极限状态 恐怖的剑气在逼近 唐天却闭上了眼睛 喃喃自语道 好一个中华傲爵 好一个傲气中华 好好好 智大智强 智刚智阳 好 口中说完 赫然睁开了眼睛 第504章 选哪一把 中华傲爵 智大智强 智刚智阳 剑气爆发开来 可谓是扫灭一切邪恶 可是却硬生生地 被华英雄给掌控在了指尖 化为一缕恐怖的剑气 若是这缕剑气爆发开来的话 别说这一个小小的中华楼 恐怕剑气辐射开来 周边的一切都要被毁灭 但是却被华英雄 给生生地控制住了 在之间凝若实质 剑气辐射那一片区域 虚空扭曲得不成样子 仿佛随时都要破灭一样 站在对面的唐天 完全能够感受到 那缕剑气的恐怖 哪怕是自己 身穿一件传奇级别的装备 恐怖都要被恐怖的剑气洞穿 当中是锐利无比 黑色小方块T TK 黑色小方块0 说实话 华英雄那能够将恐怖的剑气 控制在指尖的控制里 哪怕是唐天 自己都做不到 他施展技能 根本就没有去刻意地控制 而是全力爆发 一刀斩出 撕裂苍穹 却没有像华英雄这样去 刻意地控制 这仿佛是给唐天大开了一道大门 技能 不是辐射的区域越大就越厉害 有时候方寸之间 也是可以灭尽敌扣的 不过某些技能想要达到完美的控制 是需要无数条件的 比如自身的心境 对技能的掌控力度等等 而唐天之前所掌握的技能 无论是残阳刀法 还是魔刀 都不适合这样方寸之间施展 残阳刀法 本事就犹如一轮烈日爆发 要的就是恐怖的气势 在方寸之间施展算什么 魔刀刀法的魔性太大 于方寸之间施展 根本就是蛇本竹目 变得不伦不类了 原本中华傲爵 是能够灭杀一方的恐怖技能 可是却被华英雄 控制在了方寸之间 可想而知 他对这门技能的控制力度 简直达到了癫毫 赫然张开眼睛的唐天 看着眼前那一缕风锐无匹的剑气 眼中闪过一股凌然之色 这华英雄 不愧是一个人物 将恐怖如似的剑气 玩弄与鼓掌 这得需要多么恐怖的控制力道 真不愧是这门技能 专门为他打造的 若是其他任何人施展开来 恐怕都爆发出恐怖的异象 方圆数十里都能看到吧 来得好 说不拆了 你这中华楼就绝对拆不了 唐天口中说着 突然伸出了右手 五指张开 就那么向着华英雄指尖的 那道恐怖剑气抓了过去 边上的人看得无不骇然 血肉之躯 也能抵挡恐怖的剑气 开什么玩笑 在场的也只有赵月儿 没有丝毫的担心了 就在剑气与唐天的掌心 就要接触到的瞬间 唐天的掌心当中 一个直径十公分的太极图形成 缓缓地旋转 将那一缕恐怖的剑气给吞了进去 太极图旋转 与无声无息之间 将那恐怖的剑气消弭于无形当中 太极玉气 润物无声 包容万物 吞那天地 柔时包容万物 钢时摧毁万物 这就是唐天的太极拳 这就是唐天心学习的七阶技能 并且能够完美掌控随心所欲控制力道的太极拳 掌心生太极 与无声无息之间 就消弭掉了华英雄那爆发开来 原本能够摧毁这整个中华罗的恐怖剑气 润物无声 吞那万物 这就是太极 太极图在唐天首先缓缓旋转 最后消失无踪 整个包间当中 一切气息都被抹平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仿佛之前那恐怖的剑气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什么 看到这一切的消沉和无名 呆呆地看着唐天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见到的 这怎么可能 哪怕是他们 想要接下华英雄指尖的 那道剑气 恐怕都需要硬碰硬 甚至抽身躲避才行 可是他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唐天大手张开 一下子就将那屡剑气给吞了 最终消弭于无形 这怎么可能 中华傲诀 五阶技能 尽管英雄能够完美地控制 恐怕还不能将他的威力 发挥出三分之一吧 再加上 你要将他控制在指尖不爆发出去 这样一来 十层的威力 恐怕还没有发挥到一层 我说的可对 唐天看着华英雄笑道 华英雄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是这样的 不过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还没有从唐天 能够无声无息之间 化解自己的剑气当中反应过来呢 哼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不过若是你将所有的威力 都爆发出来的话 我化解起来 就要费一番手脚了 并且 你这中华楼能不能保住 还是回事 唐天笑道 他的意思是 将中华傲诀 这五阶技能的威力 全部爆发出来 现在我才知道 为什么你会成为主城的城主了 有这样的手段 简直骇然 萧尘感叹道 唐天没有说什么 从之前华英雄的状态 他大致能够了解到 这三个人的实力 恐怕都在伯仲之间 或许萧尘和无名更强一点 毕竟华英雄 没有得到自己的兵器 技能施展起来 自然受到了限制 将背上的英雄剑 解下递向了华英雄 唐天开口道 能够将如此正气凛然的技能 控制到这样的地步 可想你不是心胸邪恶之辈 英雄剑交给你 我很放心 华英雄也是见过了 大风大浪的人 毕竟唐天人的名术的 隐在哪里摆着的 若是不能接下自己的剑气 那才叫怪了 不过若是他知道 在一天以前 想要接下他的剑气 唐天恐怕要出刀 并且很可能将中华楼 移为平地的话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将英雄剑拿到手中 华英雄感叹道 有了英雄剑在手 中华傲角的威力我 至少能施展出五层以上 等即到达了五十级 我就能将中华傲角的威力 全部发挥出来了 哈哈 一把与自己心性和技能 完全相匹配的兵器 就能让自己的技能威力 提升两层以上 可想而知 一把好 并且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了 哼 好了 英雄剑给你了 现在该带我去 见识一下 无名大侠的收藏了吧 唐天看着他们三人笑道 自己的兵器交出去了 可不是白送的 给你了 我连不衬手的兵器都没有了 自己的剑技还怎么施展 哈哈 走吧 不过能不能找到合适的 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无名笑道 很轻松地答应了 很明显 他也在为自己的朋友 得到称心如意的兵器 而感到高兴 今天有眼福了 一直想要去看一看 无名老兄的收藏 却没有能看到 今天沾光了 萧承开玩笑道 唐天拉着赵月儿的手 跟随无名而去 无名收藏宝剑的地方 是在中华楼地下的 一个密室当中 深入地下起码百米了 可谓是严密至极 当他打开收藏室的门之后 唐天眼睛一亮 这里面简直就是剑的世界 什么长剑短剑 钢剑木剑 软剑扩剑 双手剑柳叶剑等等等等 一英俱全 几乎都有收藏 这间数百平米的密室当中 几乎都被各种各样的剑给放满了 在这满世间的密室当中 能看到的不止是剑 更是能感觉到 仿佛整个空气中 都弥漫着一道道 或是锋利 或是狂暴 或是柔和的剑气在弥漫 让一个哪怕是丝毫不懂剑的人 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到 剑的那种神魂 唐天在心中感叹 这无名 不愧是爱剑之人 尽管这里大大小小上千把剑当中 绝大多数都是不入流的装备 但是它却都有收集 可谓是爱剑爱到了极致 不过唐天心想 这收藏宝剑的爱好 可能和他学习的技能有关 万剑归宗 若是不关万剑 你怎么万剑归宗 哼 这些常见没什么看透 城主大人想要的是冰寒属性的宝剑 我这里正有两把 不过却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 希望城主看了之后 不要失望才对 无名在前面引路笑道 无名说的话唐天完全相信 因为唐天用真实之眼看了一下 发现这里有很多宝剑 都是没有鉴定的 不过不管它是什么宝剑 只要在自己的真实之眼下 都要现出原形来 在密室的罪里面 唐天来到这里 一眼就看到了两把别具一格的宝剑 全是通体雪白晶莹剔透 仿佛透明的宝剑 散发着无比森冷的气息 很明显 这两把剑都是冰冷属性的常剑了 其中一把冰冷常剑 是一把大剑 巴掌宽 长约一米二三的样子 通体晶莹透亮 仿佛水晶锁住一样 散发着无比冰冷的气息 身上剑身之上都凝结出了冰霜 另一把 则是一把长剑 三指宽 一米异常左右 浑身宛若流离 剑身之上有丰锐的剑气弥漫 显然也是难得的好剑 看到这两把剑之后 唐天就启动了真实之眼查探 发现那把阔剑的名字叫做颤情剑 出自白发魔女当中 乃是卓一航后期的配剑 不过最初真正的主人 却是剑魔独孤 乃是一把传奇级别的装备 不过在后面 依然有仿制这两个字 另一把剑名字 就叫做琉璃剑 出自少年张三丰当中一家 乃是一家先祖所著 尽管也是一把无比深寒的宝剑 可是却并没有达到传奇级别 毕竟这把剑在原著当中 并没有一段传奇故事 两把剑 一把阔剑 一把长剑 唐天到底选哪一把 唐天自己 都陷入了沉思当中 第505章 选择颤秦剑 颤秦剑和琉璃剑 都是不可多得的宝剑 一把是传奇级别的装备 一把是精致级别的装备 拿到外面去的话 无意不是让人抢破头的好东西 颤秦剑是一把扩剑 巴掌宽 通体宛若冰晶 晶莹透亮 冰冷无比 剑身之上有冰霜凝结 在白发魔女当中 乃是传说中的剑魔独孤的配剑 最后流落到了卓一航 这个二流高手当中 也只是在后期 卓一航学了颤秦剑法才 稍微绽放出了这把剑的光彩 而琉璃剑则是一把长剑 通体宛若琉璃水晶一样 散发着冰冷风锐的气息 乃是少年张三丰当中一家祖先所著 也是一把不可多得的精品武器 只是因为 没有绽放出传奇色彩的光芒 这才没有能够晋升到传奇级别的装备 看着这两把剑 唐天陷入了沉思当中 他所学的六阶技能寒霉剑法 以犀利为美著称 并且无比冰寒 按道理来说的话 选择颤秦剑比较合适 毕竟颤秦剑是无比冰寒的传奇级宝剑 可是颤秦剑是一把扩剑 用于施展寒霉剑法 欠缺了一点灵活 如果从灵活方面考虑的话 旋转琉璃剑比较合适 可是琉璃剑级别相比 要差了一点 并且锋锐太过 与寒霉那种傲气冰骨 不是太过匹配 而且锋锐有余而冰寒不足 和寒霉剑法的属性 有点差距 如此这般 倒是让唐天显然了两难的劲队当中 到底选哪一把 这两把剑 每一把用于施展寒霉剑法 都有一点瑕疵 让唐天觉得很无奈 边上华英雄等人 看着陷入沉思当中的唐天 他们都没有打扰 毕竟他们不知道 唐天的是什么技能 需要旋转什么样的剑 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剑技的威力来 若是有凝霜剑就好了 与寒霉剑法再匹配不过了 唐天心中想到 不过无名的收藏当中 并没有这把冥剑 宁霜剑明月刀 这可都是两把传说当中的好兵器 可是无名却无缘 将其收集在手中 不过 随即唐天就哑然失笑了 自己实在是 走进了死角当中 不管是扩剑也好 长剑也好 施展寒霉剑法的主要是人 长剑固然能够很好的 将寒霉剑法的吸力发挥出来 不过只是多了一份清灵而已 但是 以现在自己的身体素质 还在乎这点重量吗 于是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颤秦剑 毕竟这把剑级别相对 要高一点 而且冰寒的属性 更加贴近寒霉剑法的属性 以唐天目前的力量 拿着这把颤秦剑 稍微挥舞了几下 决定用以施展寒霉剑法 再适合不过了 根本就不存在一些 剑技不能施展的尴尬 冰凉的颤秦剑在手 唐天轻轻抚摸 感觉在何时自己不过了 内力吞吐 暗中施展寒霉剑法心法 顿时晶莹雪白的颤秦剑上 洁白的梅花朵朵 唯美漂亮 这可不是梅花 而是无比凝实的剑气 每一朵看似娇弱的梅花 可都是杀人无形的恐怖剑气 拿起之前放剑的桌子上的剑销 将颤秦剑插入了剑销当中 顿时朵朵梅花消失不见 在这里的人当中 只有赵月儿不太懂剑 其余的三人都是剑到大行家 当唐天拿起颤秦剑的时候 顿时就感觉到 一股无比冷烈的剑气吞吐 特别是那朵朵梅花 简直就是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恐怖剑光 让他们心中震动 新到这组成的城主 到底有多少手段 不说之前的掌中太极图 单单是这稍微透露的剑光 就已经恐怖如斯了 那么他的真正战力 该有多么恐怖 就是这把了 颤秦剑 手握颤秦剑 唐天笑着对无名说道 嗯 如此就好 我还怕城主找不到趁手的兵器呢 那样一来的话 我拿着这英雄剑都觉得烫手 华英雄难得地露出笑容说道 一行人闲聊着 出了藏间密室 再次回到了之前的包间当中 很明显小二机灵 知道这里是自家大老板在请客 这会儿的时间 已经换上了一桌新的饭菜 几人各取所需之后 都甚是满意 并且还有着共同的敌人 就更加聊得开了 特别是萧陈 老是拿赵月儿打去 说唐天艳福不浅 能得到这样一个大美人的垂青 堪称三声有信 说得赵月儿脸一直红红的 唐天倒是没有反驳什么 因为她看到自己两人紧挨在一起 眼中无法掩饰的那一抹落寞 想必是在思念她的女友了 说实话 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保持一颗本心 没有被这残酷的世界所污浊 她依然保持着内心的那一份真挚的感情 这就已经很是难能可贵了 光凭借这一点 就值得唐天与其身交 有太多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迷失了本心 有了实力就想权力 有了权力就想拥有更多的东西 所谓人性节操什么的 都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去了 完全被心中的心号心号支配 女人永远不嫌少 地位永远不嫌高 几人说着说着 就再次说到了刘峰身上 消沉皱眉道 此人必须得尽快将其斩杀了 这个世界一天天在改变 随着他实力的增强 又有重生的优势 时间拖得越久 就越是难以将其杀死 甚至到最后 我们都杀不死他 嗯 说的也是 此事不能再等了 必须得提前将他诛杀 以免将来成为大患 华英雄中 展露无比仇恨的杀鸡说道 此人堪称败类 辱人欺女 残害无辜 完全灭绝人性 该杀 就连淡薄一切的无名 都露出了无边的杀鸡 狠声说道 嗯 此事已早不宜迟 必须得想办法将其斩杀了 而要杀他的办法 只有到竞技场当中去寻找 对了 你们可知道 这附近的竞技场入口 唐天问道 哼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 不过现在天色已晚 再急也不急这一晚的时间 这样 我们先休息一晚 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养好了精神 明天一早就前往竞技场 挑战难度刷积分 兑换灭杀流风的东西 无名提议道 可不是天色已晚了吗 唐天早上的时候 和赵月儿赶路 途中还经历生死大战了一场 然后还没有休息好 就再次赶路 来到住建城之后 遇到消沉 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得到休息呢 一番吃喝下来 已经是晚上星号星号点的时间了 末世当中 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 那只是在末世之初而已 随着世间的过去 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 相继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其中又以妓院最多 毕竟末世当中开这玩意 是不犯法的 还有什么赌场 什么酒吧 什么格斗场 斗兽场 挑战擂台 甚至琴棋书画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 都能够成为一种娱乐活动 你不得不感叹 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当然 唐天他们 这一类人 是不可能去那些地方的 什么格斗之类的去了 纯粹就是欺负人 当唐天等人吃喝完毕都散去之后 相约第二天一早就集合出发前往经济场 而唐天 则是被无名安排在了中华楼当中的一建上房当中 房间里面 延续了天朝的传统 古色古香布说 连大床都是雕花的架子床 床前是床榻 打造的让人身处其中 都仿佛生活在古代一样 其实唐天很想对华英雄和无名说一句话 那就是 你们把中华楼打造成这样 是在玩醉血民族风吗 唐天和赵月相拥躺在雕花大床指示 两人都没有穿多少衣服 关系的挑明 让两人都不必要忌讳什么 只是两人都没有经历过羞羞的事情 有时候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 唐天抱着赵月 感受着怀里的那种温婉幽香 整个人都差点迷醉 唐天很多时候都在感叹 若是这个世界没有巨变的话 自己还是那个苦逼的大学生 尽管再怎么努力 毕业之后 是不是寻找一份工作 然后娶一个不是很漂亮的女人 过一辈子呢 如此的话 赵月这样激进完美的人 还会是自己的吗 唐天的手 抚摸上了那两团完美的柔软雪球之上 轻轻地揉捏 感受着那份舒爽 赵月面红耳赤 呼吸都有点迷醉了 但是没有拒绝 尽管唐天和赵月这样的亲热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却始终都没有逾越最后一步 月儿 明天前往竞技场 你决定 我们是一起闯关 还是分开来 唐天在赵月儿耳边轻声问道 赵月儿用迷离的声音说道 天哥 你比我强大太多 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我们还是分开来吧 这样一来 你能更好地发挥自己 走得更远 唐天没有拒绝 前往竞技场 不是单纯的威力刷积分 更是为了寻找朱砂流风的方法 于是开口说道 这样也好 不过你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量力而行 不要逞强 若是你有什么损伤 你可知道 还有一个我在为你担心 嗯 我知道的 天哥你也是 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嗯 天哥 停下好吗 我难受 赵月儿说到最后 气息微喘 只觉浑身燥热 连双眼都变得水汪汪的了 这一切都是唐天那霜 在他胸口作祟的大手 哼哼 睡吧 唐天不好意思地笑道 第506章 不领情 自从整个世界进入冰河时期之后 整个天空都成了阴沉沉的鲜灰色 好像随时都要塌下来一样 不时地吹过一阵寒风 洒下大片洁白的雪花 不但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美感 反而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总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来 寒冷的天气 若是能够一直窝在温暖的被窝里面 那该多舒服 尤其是还能抱着一个香喷喷的柔软躯体时 恐怕这是所以生活在末世当中 男人的梦想吧 冰雪的世界是永恒单调的眼神 或许出世觉得很新鲜 可是看多了就让人毕竟难受了 毕竟除了白就没有其他眼神了 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这样的季节是最考验人类的生存能力的 实力强大的人自然是不用担忧 因为他们再怎么样都是有存粮的 可是对于弱小的普通人来说 这样的季节无疑是致命的 没有吃的就连树皮树根树叶都吃不得 甚至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连泥土你都吃不得 因为所以的一切都被冰雪覆盖了 什么都找不到 所以 在这个冰河时期当中 每一天都要饿死成百上千的人 谁能够体会到这种疾苦 末世之前 恐怕很多年轻人都听老一辈地说过 曾经有一段黑暗时期 人民没有饭吃 一家一家地饿死 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人们 以人类的尸体为食 这才得以存活 这样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比如 你可能昨天在街角看到一个被冻死饿死的人 第二天他的尸体就不翼而飞了 不要惊讶 他是不是乍失逃走了 很可能是被人悄悄地弄走当初食物吃了 很惊奇吗 这很正常 当一个人饿了的时候 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的 在这个残酷的冰河时期当中 若是有一家人当中有一个女人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的话 那么他们就毕竟幸运了 因为这个女人就可以撑起一个家 至于怎么撑起 那种心酸还用说吗 没有经历过 你就永远无法体会这样残酷的生活 那种绝望 是可以让人发疯的 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 中华楼当中 尽管唐天再怎么不情愿 再怎么留念温暖的被窝 和赵月儿柔软的身姿 却不得不早早地就起床来 因为有正事 等着他们去做 此时 唐天和华英雄他们几个 已经吃完了一顿丰富的早餐 准备出发前往竞技场了 这次是唐天第三次进竞技场 和以往的两次不一样的是 这次再入竞技场 不单单是为了挑战难度 更是要暴力刷积分 以兑换对方流风的方法 不知道要待多少时间 不是唐天不想依靠主城的人和新城的人 帮忙刷积分 那样 虽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当中 汇聚起无数人的积分 但是唐天不能这样做 对付流风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若是动用势力的积分的话 势力当中 就有很多东西不能运转了 为了一个流风 这根本就不值得 走吧 离这里最近的竞技场 起码有上千公里 速度快一点 恐怕也要一个多小时呢 萧尘看着几人说道 该准备的 都准备好了吧 这次我们去恐怕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当然 若是运气好的话 一天就解决了 也说不定 华英雄笑道 不过他眼神当中的那股急切 却是掩饰不住的 仇人逍遥 却不能将其手刃 这是何等的煎熬 走吧 都准备好了 唐天说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 该准备的东西 全都准备好了 只等着进入竞技场就行 一行人离开中华楼之后 跟着萧尘这个地头蛇 七拐八拐 脑袋都绕晕了 才出现在驻建城的一条大岛之上 驻建城拥有人口千万 由于是末世当中 没有太过高大的建筑 面积之大可想而知了 一个陌生的人到这里 来能活生生地把你绕死 就在几人经过一个 富丽堂皇的大院时 唐天突然停下了脚步 看向了那边 此时那里正在进行这一番争吵 好像很激烈的样子 就差打起来了 怎么了 看到唐天停下来 萧尘问道 哼 没什么 只是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好像有点麻烦 唐天不以为意地说道 什么人 关系怎么样 要不要帮忙 华英雄很热心地问道 实力到了他们这个地步 虽然不能说在驻建城当中镇压一切 但是一般的事情 还是有能力处理的 没什么 谈不上什么关系 只是认识而已 唐天耸耸间说道 在那里 和人大吵大闹的人 可不就是昨天给唐天指路的 孙生一行人吗 此时的他们 一个个面红脖子粗的 和一帮身穿长衫一看 就是驻建城势力的人在对峙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你们驻建城 难道就这样欺负人 对面的孙生 极力压抑着心中的怒气说道 而驻建城一方当中 是一个面白无须的清秀男子 长得比女人还要女人 指着孙生 用尖锐的语气说道 欺负人 就是这个价格 你爱卖不卖 不卖就赶紧走人 好好好 就是这个价格是吧 老子还不卖了 我就不信 除了你 驻建城我就卖不出去了 孙生怒气冲冲地说完 带着自己的人转身就走 哼 慢走了 不过小心哦 外面乱得很 可千万别把东西给弄丢了 看着孙生离去 那个面白无须的家伙 阴阳怪气地说道 哼 我就不信 还有人还抢我舞者联盟的东西 孙生回头瞪了他一眼说道 随即转身离开 方向证实 唐天他们这边 孙生何尝听不出 对方是在威胁 可是怎么可能 将好很容易带来的东西 建价卖给驻建城 原本他还想要卖上一个好价钱的呢 看着孙生等人的背影 那个阴柔的家伙 低声在身边的人耳中说着什么 看向孙生等人的目光 不怀好意 孙大哥 你这是在干嘛 唐天来到孙生面前 拦下了他问道 咦 是你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今天才到呢 看来你们应该是 昨天就到的了 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吗 孙生认出了唐天 开口惊讶地问道 哼 这几个都是我的朋友 我昨天 来了之后就是住在他们那里 倒是孙大哥你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唐天向着那个大院那边 撇了撇嘴问道 嗨 这是别提了 憋屈得很 不提也罢 孙生摇了摇头 显然不想说什么 看到他这个样子 唐天也不好说什么 点了点头道 也好 孙大哥 你自己忙吧 我和我们的这几个朋友 去处理点事情 说完就和萧辰他们离去了 孙生看着唐天的背影 疑惑不已 他们不是从西湖山庄 私奔出来的吗 怎么在这里 就有这样几个 一看就不简单的朋友了 堂主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这笔生意 明显是做不成了 小多子有点沮丧地问孙生道 哼哼 住建城的人想黑我们 千辛万苦才带来的东西 哪有那么简单 老子还就不卖了 不过这里是人家的地盘 我们得赶紧离开 要不然 恐怕还真的会被这些家伙给阴了 特别是刚才那个死人妖 妈的 老子看着都恶心 孙生口中骂骂咧咧道 随即带着自己的人 尽量地往偏僻的地方走 城主 之前那人你好像认识 而且遇到了麻烦 你为什么不帮他解决一下 萧尘问唐天道 你也看到了 人家连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我怎么帮 再说 这里是人家住建城的地盘 我想帮也帮不上啊 唐天无奈道 他这样一说 萧尘倒是不再说什么了 就跟唐天说的一样 有心帮忙 但是人家根本就不领情啊 能怎么办 一行人出了住建城 但不是那把聚建那边 而是另一个方向 竞技场离住建城 起码上千公里 城外唐天他们就遇到了 一群一群的剑客打扮的人 离开了住建城 也是向着竞技场的方向赶去 这些人这是干什么去 天色还早 并且外面冰天雪地的 这些人干嘛去 唐天疑惑地问道 哼 现在这个世界 万物冰封 这些人还能干吗 没有吃的 当然是去竞技场当中 刷积分 兑换粮食了 要不然 你以为这住建城 千万人 是靠什么过活的 小陈反问道 唐天想象也是 竞技场当中 号称能够兑换到一切东西 自然粮食这些 也包括在内了 要不然这冰天雪地的 恐怕要不要多久 这住建城当中 千万人就要饿死光了 接下来的路 倒是没有在发生什么以外 明显这条路 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在经过 即使是有怪物破冰而出 都被清理干净了 唐天他们的速度极快 行走在冰雪之上 可谓是踏雪无痕 一瞬间就远去了 上千公里的距离 在末世前 恐怕需要一天 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到达 这还是在乘坐交通工具的情况下 可是在唐天他们恐怖的角力之下 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可见其速度之快了 远远的 唐天已经能看到 耸立在大地指示的黑色竞技场了 第507章 规矩 竞技场的入口 是一座高耸入云的黑色巨型石碑 通体有黑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著成 光滑如镜的表面 却丝毫不反光 仿佛还在吞噬周围的光线一样 这使得竞技场周围的区域 显得有些阴暗 巨型的石碑上面 犹如天生生长着 无数神秘复杂的花纹一样 更像是某种古老 而又有深意的文字一样 看上去无比神秘 仿佛跨越无穷时间空间而来一般 竞技场的存在 不只是为了让人们刷积分兑换物品 更多的是一种赤 裸 裸的震慑 每人每月强制进入竞技场一次 不知道多少人因为没有能力进入而被抹杀 不过普通人怎么可能有能力进去 所以各种漏洞就出现了 进入竞技场就一定要进行杀戮吗 在第一个月当中就有人实验过了 只需要进入竞技场当中就算是进去过了 不比承受因为没有进入而被抹杀的命运 是以这样 才能让末世当中依然有大量的普通人存在 而那不知所谓的魔神仿佛也默认了这一点 并没有出现什么惩罚 这让很多人质疑这竞技场存在的意义 毕竟那么严重的漏洞 他看不到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 进入竞技场当中刷积分 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将在全世界进行排名 最后一百名将会被无情地抹杀 尽管这是血淋淋的震慑 可是相对于无数的人口基数来说 一百个人实在是太少了 很多人抱着侥幸的心态 反正弱的人多的是 不一定交我抹杀了不是 通体漆黑的石碑上面 显示着全世界前一万名的排名 第一名的名字高高挂在了最顶端 字体最大也最耀眼 犹如一颗金色的太阳一样 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竞技场的排名 可谓是每一天都在刷新 当初唐天进入竞技场时的排名 早就不知道更新了多少次了 如今排在竞技场第一名的 是一个不知名的家伙 名字是一种唐天他们都不认识的字体 不知道是哪个嘎拉的强者 唐天当初进入竞技场之后 闯过了地狱级难度 获得了三百多万积分 排名更是冲上了三百名以内 到如今 早就不知道被甩在那条街上去了 当唐天几人来到竞技场这里的时候 对眼前的场景简直是大吃一惊 这还是那个人人惧怕的竞技场吗 分明就是一个小型的城镇了 各种建筑物围绕着竞技场建立起来 人来人往之下好不热闹 这这里 可以说 比任何地方的城池当中出售的物品都要丰富 毕竟不远处的竞技场 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宝库 任何东西都能弄到 咦 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唐天看到有些人 居然高高地举着一块牌子 在这个不大的城镇当中到处穿梭 好奇地问道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些人在拉生意呢 有人想要弄什么东西 但是积分不够 又不敢进去刷积分的话 这些人可以帮忙联系兑换出来 再卖给你 当然 是要事先交保障金的 而且 如果有人想要闯竞技场的话 觉得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这些人也可以给你联系保镖等等 五花八门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这些人做不到的 肖辰笑着解释道 唐天心下势然 只要市场有需要 就有人从事这个行业 只要有利益的地方 就有无数人跟吸血苍蝇一样 闻着未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不 唐天他们刚一进这个城镇 就有人笑着 走了上来问道 几位是要进竞技场吗 是需要兑换物品还是需要材料 或者是只是为了闯关 我们都可以为你服务 唐天无语 这都到了问着拉客户的地步了吗 看来竞争很大呀 哦 你们任何事情都能办到 唐天好奇地问 那人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任何事情当然不敢保证 比如说 你想要闯竞技场的第九层 我就没有办法了 不过 只要是目前能有人办到的 只要你出得起价钱 我们就可以找人帮你办到 什么乱七八糟的 唐天都没有听明白 他在说些什么 对于这些模棱两可的回答 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挥手道 算了 你是帮不上忙的 这位老大别走啊 你听我说 若是你想要什么物品 而没有足够的积分的话 只要你有足够的神墨币 我们可以一比一的比例买给你 而且 如果你是需要什么材料的话 我们也可以连续到 任何大势力帮你搞来 甚至你是想要 单纯地闯关的话 我们只要 你出得起价钱 哪怕是十大势力的统领 我们都可以帮你联系 来当你的保镖 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看到唐天几人要走 那人不死心地叙叨叨说道 他这样一说 唐天倒是有了点兴起 问道 我很好奇 你们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居然能够将 十大势力统领级别的人物 都找来当保镖 这是不是在吹牛 这肯定不是在吹 市场需要吗 肯定就有人从事这样的事情了 我们只是中介的而已 不是什么大势力 只赚一点中间的中介费 怎么样 老板有心情吗 需要什么服务 那人眼睛一亮 心道有戏 急切地问道 还真是这样 那可不可以点名雇佣 这样的人当保镖 唐天好奇地问 那人脸色一沉道 老板你是玩我的吧 十大势力统领级别的人物 怎么可能任由挑选 人家是什么人物 哪有时间理会我们这些人 要找这样的人 必须给我们指定 而且还要预约交保障金 才能给你安排 这还要看人家的心情怎么样呢 唐天心中冷笑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些人都是一帮坑爹的家伙 说是寻找保镖 恐怕大多都打着黑吃黑的勾当 顿时就失去了兴起 挥挥手道 算了 我们要办的事情 你帮不上忙 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你走吧 那人一笑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给老板介绍了这么久 你就随便给点辛苦费呗 唐天被他逗乐了 笑道 我又没有问着 让你帮我介绍 还要我给你辛苦费 那人脸色一沉 脸色不善地说道 这位老板 我劝你 还是现在随便拿点钱 把我打发了 要不然 等一下可能会后悔的 做我们这行有个规矩 既然说话了 就得有收获 你总不能看着我 白给你介绍这么多吧 唐天心中好笑 貌似自己被威胁了 笑道 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后悔的 好了 你滚吧 没时间和你磨叽 哦 这位兄弟 是想要破坏 我们这行的规矩吗 就在这时 一个阴沉沉的声音说道 人群分开 一个身穿一身黑色铠甲 面色不善的人 走出来看着唐天说道 就你也能带个规矩 你以为你是谁 唐天不悦道 一来到这里 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的心情变得有点差了 这不是号称 铁拳徒手的屠夫吗 是什么人这样不长眼 惹到他了 这家伙号称 能一拳打死一头 二十级的变异牛的恐怖存在 惹到他的人 恐怕要在了 边上有人认出了他 小声说道 我能不能代表规矩 不是你说了算 但是我知道 要是今天你不留下点东西 恐怕走不出这里 对面的屠夫阴沉沉地说道 唐天没有理会他 静止地 就想要从他身边经过 萧尘等人好笑地看着那人 你惹谁不好 偏偏惹到唐天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小子狂妄 给我留下 屠夫见唐天 根本就是在蔑视自己 心中一怒大喝道 同时一个拳头 猛然向唐天轰了过来 在他出拳的时候 拳头一下子 就变成了钢铁的金属颜色 仿佛钢铸铸造一样 拳头轰击 打爆空气 发出轰隆一声巨响 这一拳头下来 恐怕都能达到 一万来斤的恐怖力量了 唐天眉头一皱 心到这人真不识好歹 自己都不理会他了 居然还来找麻烦 赫然转身 眼神冰冷如刀地看着他 同时伸出手 抓向了他打过来的拳头 边上的人瞪大了眼睛 想看看唐天这个惹怒屠夫的家伙 是怎么被打碎手臂的 要知道 屠夫的一双拳头 号称可以一拳打死一头 二十级的变异牛的恐怖存在 可是 让大家目瞪口呆的是 唐天的拳头 一下子就捏住了屠夫的钢拳 然后微微向后一缩 再次向前一推一扭 只听咔嚓咔嚓的声音当中 屠夫抱着自己的这条手臂惨叫回 看着唐天的眼神惊恐无比 给你点教训 以后眼睛放亮点 不是什么人都能招惹的 这次废你一条手臂 下次再惹到我 小心你的脑袋了 唐天冷冷地丢下一句话 牵着赵月儿就向前方走去 这是什么人 就那么简简单单的 就废了屠夫的钢拳 这回屠夫踢倒钢板了 被废了一条手臂 活该 噓 小声点 被他听到有你好果子吃 当唐天他们离去之后 边上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 大多都是幸灾恶祸 显然对于屠夫的人品 不怎么感冒 看着唐天他们离去的背影 屠夫眼中闪过阴冷的光芒 冷哼一声 拖着手臂转身离去 第508章 绝望难度 屠夫在这竞技场一片 也算是个人物了 以一双铁拳 闯下了臭名昭彰的名声 不管名声好坏 至少都证明 他在这一片 还是有一下能量的 可是就是 这样一个人物 却被唐天无声无息之间 就废掉了一条手臂 那么 唐天几人该有多么恐怖 是以唐天等人的离去 并没有受到别人的阻拦 由于有了屠夫的前车之鉴 哪怕是很多 游走在生死边缘的人 见到了赵月儿 那让人心痒痒的容貌 也没有赶上去找茬 几人来到竞技场入口之处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 等待组队的人 这让唐天有点无语 这怎么搞的 好像是末世前游戏当中 组队刷副本的样子了 唐天猜测 这些人组队是假 恐怕很多人都是一伙的 就等着进入竞技场之后 阴人呢 在里面 只要没有闯过关卡 是不能中途退出的 可谓是一个良好的 黑吃黑绝佳场所 站在竞技场门口 唐天看着他们说道 我们就先在这里分开吧 天黑的时候 再出来在这里回合 至于想兑换什么东西先不忙 等攒够了积分再说 不过 大家倒是先可以了解一下 什么东西大概有效的 到时候 我们再商量一个具体的方案来 嗯 如此也好 先了解一下什么东西有用和具体的积分数量 这样我们也好针对性地进行积分的获取 萧陈点头同意道 他们都知地 积分的获取肯定是越多越好 具体需要多少 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数额 而且想要获取足够兑换到斩杀重生者的积分 恐怕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他们都做好了长期驻扎在这里的打算 嗯 既然这样 我们就分开行动吧 唐天点头说道 其他人点头同意 转身走进了竞技场的大门当中 谁都没有提组队的事情 毕竟组队之后 竞技场的难度将会加大 根本就没有丝毫优势可言 还没有单独的一个人来的方便行事 毕竟组队之后 要顾及队友 无论是战是逃 都不好做决定 哪有单独一个人好发挥 月儿 你记住 进去之后 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重 我不希望 你出一点事情 知道吗 唐天凝视着赵月儿的眼睛嘱咐道 其实他内心是不希望赵月儿进入竞技场的 里面太危险了 但是唐天之地 赵月儿不希望成为自己的累赘 追赶自己的步伐 若是不让他进去的话 恐怕他会伤心的 嗯 天哥你也要小心 千万别出什么事情 知道吗 凝视着唐天 赵月儿担忧道 当一个人的心 完全记挂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对方的一切都是 自己所关心的 生怕对方出一点事情 那样比自己出事还要难受 月儿乖 我不会有事的 你先进去吧 记住 一定要注意安全 天飞之前在这里会合 唐天说完 在无数人羡慕极度恨的目光之下 吻住了赵月儿的嘴 深情一吻之后 赵月儿看着唐天说道 天哥 我先进去了 你小心 说完 不理会边上那些人火热的目光 冷着连踏进了竞技场当中 当所有人都进去之后 唐天却没有第一时间 进入竞技场当中 而是抬头看向了天边 嘿 兄弟 你女朋友可真漂亮 羡慕死人了 在哪找的 就在这时 一个一脸自信微笑的年轻人 走到唐天身边搭讪道 唐天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看着天边仿佛一尊石雕一样 那人碰了个软钉子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继续说道 兄弟是在等人吗 如果需要组队进入竞技场的话 我们这边正好差一个人 不如一起怎么样 当你们在准备坑人的时候 先麻烦把自己隐藏好 一看你们手背上一模一样的刺青 就知道 你们是一伙的了 尽管隐秘 但是却细心就能发现 所以你走开吧 唐天看都不看他一眼 自顾自说道 这些家伙 看似闲散人员组队起来的 但是却怎么能够瞒得过唐天的眼睛 兄弟真有眼光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既然被看穿了 那人也没有丝毫的尴尬 向唐天竖了个大拇指 说着自己走开了 就在这时 唐天眼睛一亮 天边一道黑色的细小身影 一闪即逝 很多人甚至都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就来到了唐天的肩膀之上 是便宜腰疼回来了 唐天要闯竞技场 自然是要把宠物带在身边的 这可是两大助力 并且完全听自己的指挥 便宜腰疼 吸收了大地暴雄战将的尸体之后 等级又有了提升 只是不是太大而已 实力也得到了增长 有了一个小小的进步 不一会儿之后 远处宠物形态的三头飞龙 也飞了回来 昨天的受伤 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疗伤去了 此时再次出现在唐天身边的时候 不但伤势已经完全恢复 并且等级还提升了一级 这让唐天惊讶无比 不过一想也就释然了 驻剑城不远处 就是万寿石灵 想必三头飞龙 是到万寿石灵当中 去猎杀怪物 获取金石疗伤升级了吧 万寿石灵谁也不知道有多大 乃是禁区之一 就如黑暗森林一样 没有人能够穿越 哪怕是唐天也绕了好大一圈 才来到驻剑城的 要不然的话 从希望之城出发 直径穿过万寿石灵速度 不知道要快多少 只是唐天不敢 不说无边无际的万寿石灵了 单单是里面那尊恐怖的 石王唐天惹都不敢惹 那可是堪比妖龙一般的存在 当便衣妖藤 和三头飞龙都回来之后 唐天这才转身 进入了竞技场当中 穿过那蓝色 如水面一般的入口之后 唐天再次来到了竞技场内部 那永恒冰冷寂静 而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当中 这里一如既往的黑暗寂静 没有光没有声音 但是却能够看到 不远处的场景 端视神奇无比 在这永恒的黑暗寂静当中 唯有一座缩小版的竞技场石碑 矗立在黑暗当中 仿佛永恒的存在 唐天走到黑色的石碑边上 打开了自己的记录 上面显示到 唐天 闯关最高难度 地域级 积分 3123508 世界排名 13564386名 唐天心中亥然 没有想到 从自己那次闯关过后 这段时间当中 全世界就有一千多万人 超越了当初的自己 这可不是什么好信号 不过现在的唐天 已经比当初的自己 强大了太多太多了 不说等级提升了20多级 单单是几个强力的技能 就不是当初的自己能比的 要知道 当初自己连残阳刀法 都没有学习呢 唐天相信 这次自己再次闯关 一定能很快将排名拉回来 唐天有一种感觉 或许在未来的什么时候 这个排名对自己很重要 就在这时 石碑上再次显示出了几个字 是否选择继续闯关 唐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事 并没有第一时间 寻找对付刘峰的办法 请选择闯关难度 第一层绝望难度 唐天说到 当初自己九死一生 闯过了地狱难度 但是在此时看来 当初的难度 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确认选择绝望难度 祝你好运 能够活着走出来 现在开始场景传送 什么时候变得有点人性化了 居然还提醒人了 在唐天心中纳闷想到的时候 整个空间开始扭曲起来 唐天的身形 一下子就消失在了竞技场当中 当唐天看到眼前的场景之后 顿时眼睛一瞪 暗道不是吧 到此时他才知道 为什么这个难度 叫做绝望级别的了 别人选择的绝望级难度 他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但是他看到自己这难度的场景 反正是绝望了 若是当初的自己 敢选择绝望级别难度的话 恐怕现在就没有自己了 想到这里 唐天一阵后怕 还好当初没有贸然挑战 眼中所见 此时的唐天所处一片 无边无际的平原当中 真的是无边无际 天边最远处 连山包都看不到一个 之所以说这里是绝望级别的 那是因为 在这无边无际的平原当中 全部都布满了丧尸 没有一丝缝隙 密密麻麻一直延伸到天边 数量多少 唐天知道 他决定 恐怕全世界的丧尸都加在一起 也就这么多了 是的 在唐天的难度当中 是无边无际的丧尸浪潮 数量多到不可估量 而且 等级全部都是三十级的丧尸 甚至其中 还有这个级别的猎杀者 喷火者 风雨者 等等特殊变异丧尸存在 这样恐怖的画面 不要说当初的唐天了 哪怕是现在的他 看到这样的场景 都头皮发麻 心中绝望无比 这是在开玩笑吗 这真的是要让人绝望啊 无边无际的丧尸浪潮 不说其他 单单是这数量 就要堆死人 哪怕再怎么强大 没听过蚂蚁多了 咬死大象吗 看到这样的场景 唐天心中绝望 面色发苦 这还真特么是绝望级别的 这么多的丧尸 要怎么样才算是 闯过了这道关卡 难道要杀光他们吗 若是杀光的话 唐天估计没日没夜的 杀一年 不知道能不能将 这些丧尸杀光 第509章 挑战王者难度 当唐天出现在 绝望级别难度的 竞技场场景当中的时候 看到眼前的画面 彻底震惊了 什么叫做绝望 眼前这就叫做绝望 面对着堪称 无边无际的 三十级丧尸浪潮 哪怕是 他都心间拔凉拔凉的 如此多的丧尸 要怎么样才算过关 全部杀光吗 开玩笑 杀光 不说累死不累死的事情 单单是那如大海 一般浩瀚的丧尸浪潮 站着不动给你杀 你要杀到什么时候去 这些不过 都只是唐天出现在 这个场景当中 一瞬间看到的画面而已 随之脑海当中 就得到了提示 是不是被眼前的一幕 所震撼了 绝望 就是要让你感受绝望 要不然 还叫什么绝望 不过放心 也不是真正的 要置你于死地 还有一线生计的 也不是让你杀光 所有的丧尸 因为那样根本就不现实 你的任务是 在无数丧尸攻击之下 坚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不死就算过关 提示 本场景之内 禁止飞行 现在 游戏开始 当游戏开始几个字 在唐天脑海当中 响起之后 他的身躯 一下子就往下掉 落入了丧尸浪潮当中 当唐天进入 丧尸浪潮之后 丧尸浪潮暴动 劈天盖地地 向他涌了过来 不过唐天的心中 却是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杀光 这些丧尸 什么都好说 若是当初的 自己来过这关的话 恐怕坚持不住 但是现在的话 一个小时 唐天脸上 绽放出了自信的笑容 当初唐天进入 竞技场的时候 等级不过才三十出头 要面对这无穷无尽的 三十级丧尸浪潮冲击 那肯定是找死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所谓的绝望 那也是 要看自己的实力的 以当初自己的实力 确实绝望 可现在嘛 唐天可以很自信地说 我能轻松过关 小药 全都交给你了 一个小时 我想你能够 完全抵挡住的 落入丧尸浪潮当中的 唐天嘴角含笑地说道 当他说完之后 肩膀上的变异腰疼 一下子就化为了 千米之长的恐怖本体 无数粗大的藤蔓 扑散开来 一下子就覆盖了 方圆直径 两千米的范围 坚韧的藤蔓抽打 恐怖的力道将空气 都打爆打得扭曲了 三十级的丧尸 在四十多级 快接近五十级的 变异腰疼面前 脆弱不堪 每一根藤蔓抽打 都能够打爆无数的丧尸 这根本就不像是 唐天在闯关 而是在欣赏 变异腰疼的一次恐怖屠杀 变异腰疼 作为特殊变异兽 本身就相当于怪物当中 波OS级别的怪物 再加上吸收了 无数怪物身上的特点 就更加恐怖了 简直相当于 简直就是屠杀 一面倒的屠杀 无论丧尸浪潮 多少冲击过来 在那长达千米的 恐怖藤蔓的抽打之下 都要被打爆 被打成肉酱 无数丧尸怒吼冲击 但是就是 不能越过变异腰藤蔓 所能触及的区域 来一个打爆一个 很快 地面之上就堆积了 一层又一层的血骨肉泥 这些全部都是丧尸的 无数丧尸的躯体被打爆 地面的血肉骨泥堆积 很快就几乎堆积成了 丧尸也会攻击变异腰疼 但是变异腰疼的藤蔓 实在是太坚韧了 根本就不是这些 三十级丧尸能够破防的 哪怕是喷火者喷射的火球 击打在藤蔓之上爆炸 也只是在藤蔓之上 行动一块焦黑的印记而已 根本就伤不到变异腰疼 这是一场华丽丽的屠杀 唐天在一边轻松地 看着变异腰疼的表演 都不像是来闯关的了 反而是来度假的一样 若是让其他人知道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吐血 这可是绝望及难度的竞技场啊 有你这样轻松的吗 三十级的怪物 每杀死一个 都能让唐天得到三十点的积分 这更加的 证实了唐天的猜测 怪物的等级每增加一级 就能多得一个积分 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 若是特殊怪物的话 积分将翻倍甚至翻翻 比如特殊净化丧尸猎杀者 每杀死一个三十级的 就能让唐天得到九十个积分 几乎是普通丧尸的三倍 这真是一个刷积分的天堂啊 要是一直这样刷下去 一念之后 能得到多少积分 唐天心中暗自想到 不过可惜的是 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甚至他都有加入战斗 多杀丧尸刷积分的念头了 不过想了想还是算了 因为他要留着力气 去闯更好等级的难度 若是在这里有丝毫损失 就得不偿失了 唐天在变异腰疼的保护之下 悠闲的都想睡觉了 面对无穷无尽的丧尸冲击 却没有一支能够冲破 变异腰疼的封锁的 世界上不是没有人 闯过竞技场绝望级难度的 而且还很多 只是恐怕没有几个人 能像他这样轻松 不知道被别人知道后 会有什么想法 他这哪里是在闯关 简直就是在作弊 变异腰疼的疼万长达千米 每一次抽打 都能够一次性打爆 数十上百的丧尸 面对着无穷无尽冲击而来的丧尸 变异腰疼 就犹如一台恐怖的脚肉机一样 吞噬着丧尸的生命 在竞技场当中 猎杀怪物只能得到积分 不会得到经验 同样的 变异腰疼也无法吸收 这些怪物的尸体作为养料 杀死这些怪物 唐天不知道会不会掉落物品 至少他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不过传言说 有人在竞技场当中 刷怪 有幸得到过怪物掉落的物品 而且还是好东西 不过那样的情况太少太少了 几乎可以忽略 但即使是这样 消息流传出去之后 很多人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去挑战低级难度的关卡 不过结果可想而知了 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能够获得物品的 白忙活一场 不过还是偶然有几个运气好的得到过物品 这就不是唐天能知道的了 反正他是没有得到过怪物掉落的东西 一个小时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当快要结束的时候 唐天所处的竞技场空间 这片无边无际的平原之上 出现了二十对个高达千米的环形山 每一个直径都在千米开外 全部都是由丧尸的血骨尸体堆积而成的 丧尸数量太多了 便一腰疼 几乎是几分钟 就要换一个地方 要不然堆积起来的环形山 恐怕要把它和唐天都埋在这些骨血之下 事已直到快要结束的时候 便一腰疼连续换了二十多个地方 这才有了这二十多个血肉堆积而成的环形山脉 也可想而知 便一腰疼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 杀了多少丧尸 一个小时结束 恭喜你 顶住了丧尸浪潮的冲击 成功闯关竞技场第一层绝望级难度 现在开始传送 当唐天脑袋当中得到提示的时候 那无穷无尽的丧尸顿时就停止了冲击 站在原地仿佛当唐天不存在一样 便一腰疼化为宠物形态 出现在了唐天的肩膀之上 仿佛妖功一样摩擦着唐天的脸 当得到提示的时候 唐天只觉得眼中的世界开始扭曲 当他再次能够看清周围场景的时候 再次回到了竞技场的那个黑暗大厅当中 回到这里之后 唐天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那座石碑面前 想要看一看便一腰疼在这段时间之内 猎杀了多少丧尸 自己得到了多少积分 此时只见黑色的石碑只是显示着 唐天闯关最高难度 绝望级积分 7365万4241分 世界排名1146万4241名 唐天眼睛一亮 没想到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 便一腰疼就猎杀了将近200万丧尸 让自己的积分增加了7000万 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唐天猜测 即使是其他人和自己闯同样的场景 最多只是坚持一个小时 但是决定不会获得这么高的积分 由此可想变异腰疼的恐怖了 不过获得了这么多的积分 却只是让排名上升了200多万名 倒是让唐天有点疑惑 不过一想也就释然了 竞技场是以积分的多少来排名的 并不是以闯关的等级 有些人一直不停地在竞技场当中刷积分 这样一来 积分当然就多了 排在自己前面有那么多人 唐天也就释然了 排在最前面的人 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人 真正强大的人 早就将积分兑换成了物品 来壮大自己 而不是将积分放着显示自己的名字 唐天口中自言自语道 不过这个时候 黑色的石碑之上 再次浮现了一排字体出来 是否继续挑战竞技场关卡 唐天没有任何犹豫地说到 继续挑战竞技场 第一层王者难渡关卡 绝望级别的难度 尽管是刷积分的好地方 但是唐天知道 并不是每一次都是相同的场景 到时候掉进海水当中的场景 那自己就冤枉死了 还不如挑战更高难度 绝望级别之上 就是王者级别了 唐天很想知道 在王者级别当中会遇到什么 不过他有一种预感 王者级别的难得 肯定和之前的不一样 第510章 王者之万人争锋 当看到石碑上的文字之后 唐天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挑战更加高级的难度 进行挑战 之前他轻松地度过了绝望级难度 那么接下来就是王者级难度了 唐天总有一种预感 王者级难度 恐怕和之前所有的关卡都不一样 王者 什么是王者 怎么才能称之为王者 难道只是杀几个怪物 就叫做王者了吗 那样一来的话 这个难度称之为王者级别 根本就不合适了 当唐天选择王者级别难度的时候 却没有在第一时间被传送 而是意外地在石碑之上 得到了一个提示 唐天 选择挑战王者难度竞技场 需缴纳100万积分 规则将在进入关卡当中之后提示 挑战成功将退还积分 是否继续选择挑战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唐天无比诧异 这是什么情况 挑战关卡不就是进去赚取积分的吗 居然还要缴纳积分 而且数量达到了恐怖的100万 这是什么情况 王者难度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需要缴纳积分 唐天看着前面的黑色石碑 皱着眉头 自言自语道 之前他就感觉到了 王者难度肯定不寻常 但是没有想到 进入这个关卡 还要缴纳积分 竞技场 竞技场 我开始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叫做竞技场 难道只是在这里面刷怪转积分 就叫做竞技场吗 这所谓的王级关卡 看来才是将竞技场展现出了冰山一角啊 或许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了 看着眼前的黑色石碑 唐天口中难难自语道 随即 他目光坚定地说道 确认挑战王者难度 唐天 确认挑战王者难度 扣出一百万积分 挑战成功之后将退还 挑战失败 将永久失去这一百万积分 目前挑战该难度的人 有八千四百四十五人 人数不足 请等待 当唐天确认挑战之后 一百万积分被扣出了 但是却得到了一个人数不足的提示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人数不足 难道这个关卡 需要很多人一起完成吗 竞技场 竞技 我想我明白了 这才是真正的竞技场 之前的难度 不过都只是开胃菜而已 恐怕用意 只是为了让人有资格 进行王者竞技吧 王者难度 难道是要在无数挑战 这个难度的人当中 成为王者吗 肯定是这样了 这才是真正的竞技场 不过一旦确认了挑战 就不停停下来了 只能等待 可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去 人数不足 谁知道 你要多少人才开始 看到石碑上再次出现的提示 唐天心中无语地想到 不过 随即唐天就不那么郁闷了 因为石碑之上的 提示在不停地刷新 每一次刷新挑战的人数 就增加一个 应该是这个时候 有人选择了挑战王者难度 没有办法 唐天只能慢慢等 不过以这个速度 刷新下去的话 也要不了多久 就能够进行真正的王者竞技了 石碑上的提示 刷新的数到十慢十快 慢的时候几分钟 都不刷新一次 快的时候 一秒钟都要刷新数十次 完全没有规律可言 想必慢的时候 是没有人选择这个难度 快的时候 是很多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 选择这个难度吧 不知道悦儿他们怎么样了 在哪个关卡 会不会也选择这个关卡 也不知道这个关卡里面是什么规则 要是需要杀死全部的竞技者的话 那么他们 一旦选择 就玩笑开大了 看着石碑上不停刷新着的提示 唐天心中有些担心的想到 不过此时单独处于一个空间当中 根本就不能知道他们是什么状态 唐天也无法出口提醒他们 内心焦急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毕竟一旦确定了挑战 就不能退出的 走一步看一步吧 若是真的是最坏的方面的话 我宁愿挑战失败 也不会对悦儿动手的 不过希望 他没有挑战这个难度才好 唐天自言自语道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在这永恒黑暗的空间当中 仿佛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样 唐天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黑色的石碑 希望得到一个人数满了的提示 嗯 怎么还差一百人到一万的时候就停下了 好像很久没有更新了吧 快点啊 当看到石碑之上的提示 不再刷新之后 自言自语地催促道 等待是漫长的 尤其是在这黑暗的空间当中 唐天都等的不耐烦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下子就出现了一连串的刷新 人数居然达到了九十多个 就差几个就满一万了 怎么会突然之间 就出现这么多人 难道这些人是一起的吗 或许这个难度 还可以组队 应该不可能吧 不过这样一来的话 倒是减少了和月儿他们对决的麻烦 看到石碑之上的提示 唐天心中想到 就差几个了 应该要不到多少时间了吧 不知道王者难度要多少人 若是十万人的话 这需要等到什么时候去 看着提示 唐天心中有点忐忑 随后的几分钟里面 石碑上陆续地在刷新着 当人数达到一万的时候 石碑一下子就不再更新了 而是出现了新的提示 竞技场第一层王者难度开启 人数为最简单的万人竞技 请各位参加挑战的人努力哦 我擦 一万人还是最简单的 那多少人才是最困难的 十万还是百万 看到石碑上的提示 唐天心中无语地想到 与此同时 唐天的脑海当中 也得到了提示的声音 王者难度竞技开启 开始传送 当脑海当中得到提示之后 唐天所处的空间 开始变得扭曲 直到什么都看不到 当唐天再次能够看到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了一间黑色的屋子当中 透过窗户 可以看到 这是一处处在一栋大楼当中的房子 而外面则是一个残破的城市 有的高楼倒塌了 有的残破不堪 有的则是在冒着滚滚浓烟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不过诡异的是 这座城市当中 却没有丝毫的声音 显得特别的寂静 在唐天打量着外面的世界时 他的脑海当中 一连响起了一连串的提示声 在这里你们将经历一次难忘的经历 规则如下 在这个残破的城市当中 没有怪物没有丧失 只有参加挑战的一万名挑战者 以方圆一千公里为直径 你们将在这个残破的城市当中 进行竞技挑战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一千里以外的区域 你们是出不去的 在这次竞技当中 你们一万人可以随机和别人组队 但是别相信你的队友 有可能他 随时都有可能在你背后 给你捅上一刀 在本次竞技当中 你们可以杀死任何看见的人类 杀死对方之后 将获得对方所有的积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就是赤 裸 裸得掠夺 当然 也不是要你们杀死全部的人 摸到你们裤兜里面的一块黑色牌子了吗 对 就是这个画着一个鬼脸的牌子 当你杀死敌人之后 记得一定要收集好这个牌子 这关系到你的排名 收集的越多 你的排名就越靠前 同时 这个牌子还有一个用处 那就是 你在快要被别人杀死的时候 如果选择将牌子交给对方 你将失去自己一半的积分 同时也证明你挑战失败 一百万的积分是不会退还给你的 当你在确定要交出牌子的时候 对方是杀不死你的 你可以在那个时候 有两个选择 一 不甘心就这样失去一半的积分 和一百万积分 可以选择随机被传送走 传送到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当中 再次进行竞技 第二 失去一半的积分 和一百万的积分 退出这个竞技场 除此之外 你没有其他的任何选择 然后 你们要特别注意 当你确定被人打败之后 你必须得交出你所获得的全部牌子 要不然 你是无法退出 或者是传送到其他地方 你是藏不住的 嘿嘿 很残酷是吗 最后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当你们这些人当中 有人收集 够了一半的牌子 本次游戏结束 成为本次的王者 同时将获得你所得的牌子的主人 所报名 缴纳的一百万积分 不少了 有五亿积分呢 最后的最后 游戏结束 是需要收集够了牌子的人 才能决定的 也就是说 他说不结束 游戏 就得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 很有可能他获得的 所以牌子 都被别人夺走 自己把握吧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获得一半的牌子 也就是五千个 只是最低的王者 我称之为垃圾王者 当你们获得 五千五百个牌子的时候 我称之为一般的王者 依次递增 分别是垃圾王者 普通王者 黑铁王者 青铜王者 白银王者 黄金王者 白金王者 钻石王者 传奇王者 如果你获得了 所有的牌子的话 恭喜你 你将成为神话王者 最最最最后 还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成为王者之后 将有神秘大理哦 而且 王者等级越高 获得的神秘大理 将越丰厚 努力吧 哈哈 最最最最 哦 没了 游戏开始 第五百一十一章 谁是猎人 脑海当中 一大堆絮絮叨叨的提示 不停地响起 听到这些提示之后 唐天顿时无语 这到底 是什么奇葩存在 怎么跟个是妈一样 牢牢叨叨叨个没完 当提示到游戏开始的时候 唐天眼中窗外的残破城市 显然了沉思当中 所谓的万人禁忌 不过就是一场 万人争锋的残酷杀戮而已 不过却有一些规则限制 但是 所谓的规则 对于很多人来说 恐怕只是摆设 就好比对方交出牌子之后 就不能将其杀死 可是在强者眼中 会给这样的让人机会吗 这个就是所谓的牌子吗 唐天从裤兜里面 摸出了一个黑色的牌子 巴掌大小 正反两面都有一个鬼脸 说是鬼脸 更多的像是小丑 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 唐天的脑海当中 就得到了提示 禁忌铁牌 这是你作为王者禁忌的身份 不可丢弃 可以放进储物装备当中 可以交易给别人 换取你自己生存的希望 死亡必定掉落 就是要从别人手中 收集这样的牌子吗 哼 有意思 话说这样也不错 用不着辛辛苦苦地 去刷怪赚取积分了 只需要从别人手中 掠夺就可以了 嘿 还真是 我擦 我怎么忘了 若是有人知道 这里面的规则 提前就将所有的积分 用掉 或者是弄给别人 难怪要事先上缴 一百万的积分 原来根本就不存在 什么漏洞啊 唐天心中一惊一乍地想到 他之前是想到了 要是有人 将积分花光了 再跑进来的话 那别人无论是杀他 或者是不杀他 岂不是都白忙活了 不过后来一想到 挑战王者 击缴纳的一百万积分 也就释然了 正好就填补了 这个漏洞 铁牌在手中只有一个 但是从别人手中 夺过来之后 一旦被别人打败 就只有退出 和继续竞技两条路 第一条还好说 如果选择第二条的话 一旦传送过后 却没有铁牌在手 下场就只有一个死了吧 不过我想 还是有很多人 会冒险一世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 游戏开始了 唐天脸上露出 一个冷烈的笑容 在游戏开始之前 他需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 睡觉 是的 就是睡觉 这禁忌才开始的时候 哪怕是杀了一个人 能得到多少铁牌 最多一个吧 何必去浪费那个力气 虽然随着时间的过去 很有可能打败一个人 或者是杀死一个人 什么都得不到 可是一旦杀死 或者打败一个人 将得到不止一块铁牌 既然这样 何必去浪费那个力气 所以 唐天选择睡觉 唐天不知道 别人在什么地方 但是他相信 随着时间的过去 肯定会有人 战斗弄出动静的 这样一来 还不好确认别人的位置吗 唐天所处的房间不大 也就十来个平方而已 正好有一张床 唐天轻轻地躺在了床上 闭上了眼睛 准备睡觉 不过即使是这样 哪怕有丝毫的响动 都会惊动他 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来 哼 就在唐天刚刚闭上眼睛的时候 远处就传来了 轰隆的响声和惨叫声 很明显 是有人战斗了 并且有人连交出铁牌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杀掉了 这才刚刚开始啊 还早着呢 唐天闭着眼睛自言自语道 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残破的城市当中 不时地响起战斗的声音 一次比一次动静更大 更有一次都波及到了 唐天所在的大楼 差点就被震踏了 对此 唐天没有丝毫在乎 依然闭目养神 不过不知道多久 唐天脸色古怪地张开了眼睛 自言自语道 嘿 要不是我决定先睡一会儿再说的话 还不知道 有人打着和我一样的主意呢 会是什么人呢 唐天之所以会这样想 是因为他感觉到了 楼下传来的一丁点响动 很显然 就在唐天的楼下 有人隐藏在这里 若是唐天之前自己的动静大点的话 很可能就被对方第一时间知道 并且偷袭了 不过现在嘛 对方却成为了唐天的猎物 要怎么样确认对方的位置 进行偷袭呢 唐天眯着眼睛想到 真实只眼不是透视眼 并不能看到楼下的情况 当然不能明明白白地看到对方 知道下面有人 却不能确认对方是什么人 而且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职业 什么等级在什么位置 这可让唐天犯难了 一个不小心 恐怕还会遭了别人的道 谁知道是不是对方引诱自己的手段呢 看来 只有看谁的耐心更好了 最后唐天时再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 无奈地选择了等待 其实办法是有的 只是唐天懒得去想了 毕竟禁忌才开始没有多久 有的是时间呢 就当是在真正的禁忌之前 玩一次热身了 别看唐天表面轻松 内心却是无比的警惕 这所谓的王者禁忌 一听就不简单 想必能进入这里的人 都是来自全世界的精英人物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根本就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轰隆 就在这时 唐天所在的大楼一阵 楼顶上的地方 一下子就爆裂开来 砖石不停地往下掉落 击打得外面的墙壁 噼里啪啦地作响 这楼里到底有多少人 怎么楼上的先战斗起来了 唐天只是稍微地一想就知道了 楼上有人打了起来 并且战斗还蛮激烈的 不时地传来呼喝声 何尽能爆破的声音 打吧打吧 打得越热闹越好 咦 楼下的邻居 想要当黄雀吗 此时唐天眼睛一亮 感觉到了楼下的家伙在移动 正要当黄雀之后的猎人呢 但是却发现有人急足先得了 隔壁居然也有人 在楼下那家伙移动之后 也开始移动了 这楼里到底有多少人 唐天摸着下巴无语地想到 这是不是太巧合了一点 方圆千里的范围 一万人分散在其中 应该像是泥牛入海一样吧 怎么会一下子 就聚集了好几个人 在这栋大楼里面了 这样也好 我就看看 谁能够笑到最后 咦 要从外面的墙壁 爬到楼上去吗 我可不能让你发现了 唐天在心中黑黑笑道 在心神的控制之下 便以腰腾伸出细小的腾蔓 化身成了一套血红色的藤甲 附身在了唐天身上 随即藤甲的颜色一阵变幻 最后消失不见 和这个房间当中的一切 都融为了一体 这证实 唐天在前往万寿石灵的时候 便以腰腾吸收了 闪电螳螂的隐身技能 此时化作藤甲之后 将唐天也隐藏了起来 外人看来 这里没有丝毫变化 果然 当唐天隐身之后 外面的墙上 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无声无息地开始向上攀爬 一身黑色的紧身衣 脑袋都被包住了 只露出两个眼睛在外面 我擦 有刺客 不对 是刺客 难怪有这样的耐心 咦 不对啊 我还以为是刺客呢 没想到 居然又遇到了 这该死的小鬼子 这样一来 我得好好的玩玩了 唐天摸着下巴眼中 闪过不怀好意的光芒说道 之前还以为是刺客呢 但是当看到 黑衣人背后的太刀之后 就认定了对方 是太阳国的鬼子 对于这个民族 唐天可没有什么好感 但玩小国妄图称霸世界 也不怕称死自己 看到鬼子上去之后 唐天没有贸然行动 隔壁还有一个家伙呢 唐天在等对方先行动之后 再做打算 果然 没有多久之后 就再次有人沿着 之前鬼子上去的地方 悄悄地从墙外摸了上去 当看到这个人的打扮之后 唐天嘴角一裂 暗道终于见识到了 传说中的小墙了 对方居然是穿的 青绿色的铠甲 铠甲闪烁 这冰冷的金属光芒 在唐天的真实之眼下 居然看出 那铠甲是传说中的 青铜圣衣 这玩意是传说中的 青铜圣斗士啊 果然 魔神没有骗人 这个时间存在着一切的职业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至于什么隐藏职业什么的 根本就不存在 你再怎么隐藏职业 还不是一个单独的职业 不过就是技能强力了一点嘛 看到对方上去之后 唐天心中想到 当对方上去一会儿之后 唐天确认了 周围没有再隐藏其他人了 这才大摇大摆地站了起来 身躯腾空 从破碎的窗户当中飞了出去 由于是隐身状态 完全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当中 甚至风吹过的纹理 都能被模拟出来 唐天才不怕被对方发现 出到外面之后 唐天这才看清 自己所处的大楼 是一栋至少高达五六十层的高楼 不过已经残破不堪了 而楼上的战斗 很明显已经结束 房子的一侧 破了一个大洞 此时两个人正在对峙着 显然是在交涉着什么 废墟之后 看着对峙的两人 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背后 不远处 有一个小墙在暗中 看着自己的脖子 同样的 没有人发现 还有一个隐身漂浮在控制的唐天 在看着他们所以人 这是一场复杂的猎人和猎物的游戏 谁也不知道 谁是玉棒 谁是渔翁 也不知道谁是螳螂 谁是黄雀 谁是最后的猎人 第512章 猎人猎物和渔翁 在这几十层的高楼当中 对峙的两人所处的位置 大概在大楼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 一整面墙壁 已经被之前的战斗轰塌 从残破的墙壁 完全可以看到里面的情景 此时 在地板都掉了一半的悬崖 边上 一个一身灰色长衫的剑客 半躺在地上 胸口满是鲜血 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了 长剑掉落在一边 自身则是半个身子 都悬在了残破的大楼外 随时都可能被掉下去 而在他的正前方 则是一个满是冷冽笑意的 铁甲持刀中年人 正将低血的尖刀抵在了剑客的脖子上 随时都有可能切下剑客的脑袋 唐天隐身与虚空当中 敏锐的六十 让他听到了对峙双方的对话 你一个小小三十五级的剑客 也敢来挑战王者难度 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开在大家都是在一片天空下生活的人 我饶你一命 那铁牌给我之后 自己退出吧 这里不是 你能来的 铁甲中年人冷冷地说道 他说的是天朝语言 唐天判断对方是天朝人 而不是外国人 怎么会 这才刚刚开始我就被踢出了 怎么可能 在我们那一片 我可是镇压一片的存在 怎么可能刚刚来到这里就被打败 我不相信 你到底有多强 躺在地上的剑客口吐鲜血 颤声问道 哼 这就不是你要管的事情了 不过你这点实力 在我眼中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一招就灭你 废话不要多 还是把铁牌给我 你自己走吧 面对等下我杀了你你就后悔 都来不及了 铁甲中年人不为所动 剑客眼中黯然 知道这所谓的王者禁忌 根本就不是自己能够参加的 再挣扎下去 最后只怕性命都要丢在这里 于是将自己的身份 铁牌拿出来 递给铁甲中年人说道 大哥 你拿去吧 这还真的不是我能待的地方 希望你能够代表 我大天朝成为王者 剑客说完之后 身躯看似消失 显然他选择了退出 倒是一个知道审时夺势的家伙 知道自己实力不行 选择了退出 而不是赌运气自己能活到最后 嘿嘿 如此简单就得到一块铁牌了 也不是很困难吗 要是所有的参赛者都是这水平 老子都能搞个王者的称号来玩玩了 拿到铁牌之后的铁甲中年人 抛了抛铁牌说道 随即没有任何防范的 就要转身离去 就在此时 唐天的眼睛一眯 那隐藏在下面角落当中的鬼子动了 浑身化作一道几乎透明的影子 无声无息地攀上了上一层 悄悄地向铁甲中年人摸了过去 要不要提前杀了这小鬼子 救下中年人呢 毕竟是我大天朝的人 怎么也不能让他死在鬼子手中不是 看到鬼子的行动 唐天在心中暗自想到 不过唐天却没有贸然动手 因为他看到了最后面的小强 青铜圣斗士也开始行动了 无声无息地飞了起来 悄悄地掉在了鬼子的身后 话说 这小青是根据什么原理飞行的呢 不像我一样 又有摩梯了 就附带了脱离地心引力的优势 也没有什么轻弓之类的 难度是因为他身上的青铜圣衣 什么玩意 不过就是一套传奇级的装备 附带了几个技能吗 叫什么圣衣 看着小强的身影唐天摸着下巴 暗自想到 在唐天的真实之眼下 那所谓的青铜圣衣 也只是一套传奇级别的装备而已 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不对啊 按道理来说的话 这所谓的圣斗式 都应该算作什么一类的了吧 怎么这圣衣 才只是传奇级别的呢 难道是被神魔压制了其属性 还是怎么的 可是在上面的白银圣衣 和黄金圣衣 又怎么解释 要知道 穿上黄金圣衣 可是差不多能够和诸神战斗的存在呢 想到这里 唐天皱起了眉头 也不知道这玩意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 化作半隐身状态的鬼子 已经无声无息之间 摸到了铁甲中年人身后了 手中出现了一只齿长的黑色苦物 眼看就要 对着铁甲中年人的背心刺了下去 可就在此时 铁甲中年人似有所查一样 赫然转身 并且手中长刀 闪烁着黑色的锋芒 迅捷无比地向身后劈了出去 切割空气 发出无比刺耳的尖笑声 鬼子也是敏捷无比 明知偷袭败露了 手中的苦物 化作了一道黑色的虚影 就向着铁甲中年人飞射了过去 当 铁剑中年人手中的刀锋 劈在了苦物之上 顿时将其劈飞 苦物打着悬定在了一边的墙壁之上 唐天敏锐地捕捉道 苦物击射在墙壁指示 顿时眼中苦物为中心 墙壁裂开了如蜘蛛网一般的裂痕 可想而知 其力道之恐怖了 唐天相信 只要有人稍微地碰一下墙壁 墙壁必将哗啦啦地碎裂成一堆碎片 这小鬼子倒是有些本事 唐天撇撇嘴 无声自言自语道 什么家伙 鬼鬼祟祟地以为就可以偷袭老子了 老子早就发现了 你这藏头鹿尾的家伙了 劈飞苦无之后 铁甲中年人立刻大喝道 可是此时 鬼子已经碰的一声 化作一团烟雾消失不见 顿法啊 不过太劣质了 盗版的始终是盗版的 看清楚这一切的唐天无语说道 在真实之眼下 鬼子的踪迹根本就无所遁形 只是利用烟雾的效果 一下子急速无声无息地跑到了一边而已 可谓是被唐天看得清清楚楚 哼 我说是什么家伙 原来是你们这个低贱的民族 只知道藏头鹿尾 铁甲中年人口中骂道 手持长刀横在胸前 警惕地打亮着四周 咻 就在其转身的刹那 一枚黑色的十字镖 化作一道闪电 射向了铁甲中年人的后脑 并且同时一把血量的钛刀 化作血量的闪电 一半 刺向了铁甲中年人的背心 感觉到危险的铁甲中年人 赫然转身 脑袋偏过 躲过了十字镖的攻击 却没有能够躲过太刀的攻击 被扑斥一声刺穿了肚子 身上的铁甲 也没有能够抵挡嘶吼 我愿意交出铁牌 就在这时 中年人大喊道 说完 那把刺穿他肚子的太刀 被不知名的力量给推了出去 带出了中年人的一股鲜血 看来这就是所谓的 交出铁牌 就不被杀死的游戏规则了吧 不过受到的伤害 却是没有得意复原 唐天无声自言自语道 鬼子虽然听不懂中年人在说什么 但是看到对方拿出了铁牌 大概也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激里咕噜地说了些什么 唐天不懂太阳语 没有听懂 放弃铁牌不相当于放弃了抵抗 就在鬼子伸手向铁牌抓去的时候 中年人目光一闪 手中长刀爆发黑色的光芒 一下子就向鬼子拦腰斩了过去 这家伙 显然是在使用苦肉剂呢 假装答应对方 但是却乘机攻击 猝不及防之下 鬼子身躯都被斩断了一半 却在此时碰的一声 再次化作一道烟雾消失不见 中年人并没有能够将其劈成两劫 消失之后的鬼子 一下子就出现在了中年人的头顶 手中血亮的钛刀直刺他的脑袋 又要将其脑袋刺个对穿 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唐天看到 一直隐没于后方的小墙洞了 身上的青铜圣衣 一下子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虚空动荡 整个人都化作了一条长达三十米的青铜色神龙 冲向了鬼子和中年人 青铜色的神龙游荡虚空 走到那里那里的空气 都被一圈圈的扭曲开来 速度快如闪电 我擦 这玩意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庐山生龙霸 或者就是所谓的 爆发了小宇宙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吗 难道是 对方的等级不够 看到小强的动作 唐天暗中揣测到 传说中的庐山生龙霸一出 连宇宙都要被打破的 这威力也太小了点吧 一点都不匹配这个霸气的名字 正处于关键时刻的中年人和鬼子那里知道 最后居然还有一个黄雀 在一声恐怖的龙啸声当中 两人当即 就被青铜色的神龙给撞飞出去 双双口吐鲜血 骨头都不知道被打断了多少根 神龙咆哮 将这东楼的半边都打残了 无数的建筑残渣往下掉落 鬼子和中年人 瘫倒在一边不知死活 他们运气好 并没有被恐怖的力道冲下大楼 这里的动静太大 恐怕下一刻 就要有人被引来了 不能等了 唐天心中念头闪过 隐身状态下身躯一闪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 刚刚化为本体的小强身后 在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 一把晶莹激进透明的扩建 一下子就掠过了他的脖子 咕嘟一声 脑袋掉在了地上 同时掉落出来的 还有一块黑色的铁牌 唐天一击得手 手一操抓住铁牌 闪身来到鬼子身边 在对方丝毫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拳打爆了对方的脑袋 杀鬼子用颤擎剑 唐天还怕脏了自己的宝剑呢 何况对方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杀他还不容易 所谓欲棒相争鱼翁得利 三人上演了一番猎物和猎人的把戏 却不曾想到 最后却是唐天来捡了便宜 第513章 吸血鬼 小强 青铜圣斗士 可谓是死的憋屈至极 众所周知 小强再不爆发小宇宙和圣医的情况下 可以说是很弱小的 而唐天正好就卡在了 他刚刚爆发完小宇宙的瞬间 一箭划过圣医的缝隙 将其脑袋搬家 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而那个小鬼子也同样如此 正要杀了中年人夺取铁牌呢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坏了自己的好事不说 还把自己打得七昏八素 正迷迷糊糊之间呢 脑袋一蒙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末世当中生存 无论是杀死怪物 还是杀死人类 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战利品 不过小鬼子身上 除了一些飞镖苦无之外 就只剩下他手中的太刀了 唐天看不上眼 捡都懒得捡 不过让唐天诧异的是 从鬼子身上掉出了两个铁牌 这就奇怪了 一个人手中 怎么可能有两个铁牌 之前也没有发现 这鬼子战斗的动静啊 什么时候搞到的 你是谁 就在此时 那个同样被霸气无比的 庐山生龙霸 打得七昏八素的中年人 迷迷糊糊地张开了眼睛 看着唐天问道 念在你也是我大天朝人们的份上 交出铁牌自己离开吧 你的伤势太重 接下来根本就不适合你了 唐天看着他目无表情地说道 啊 你是城主 就在此时 中年人一下子激动地说道 唐天愣神 什么玩意 我认识你 于是疑惑地问道 怎么 你认识我 认识认识 当然认识 你是城主 我认识你 只是你老人家不认识我罢了 我也是主城当中的子民 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当初 哎呀 第一次怪物攻城的时候 我和我兄弟 一起杀那头变异犀牛的那个 不过当时我兄弟死了 中年人一脸激动地看着唐天说道 啊 是你 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唐天打了个哈哈说道 他确实是记不起他是谁了 不过隐约有点印象 当初怪物第一次攻击军营的时候 貌似有这样一个人物 活到了最后 我们这样的小人物 就不劳城主记挂了 不过 既然城主亲自来这里了 也就没有我什么事情了 我得出去将这个事情告诉城里的人 中年人说完 不等唐天反应过来 就将自己的和之前杀死剑客的铁牌 丢给了唐天 然后就选择了退出 消失在了唐天的眼前 呃 唐天被这中年人的一系列动作 搞得不知所措 什么情况 唐天还没反应过来呢 看着手中的两块铁牌 怎么都感觉很古怪 他是真心想不起主城当中 有这样一号人物啊 摇摇头 唐天不去管这些 这里已经不能久留了 之前的动静太大 恐怕很快就有人来到这里 到时候被包围了就不好玩了 不过走的时候 唐天却看向了地上小强的尸体 这圣斗士的圣衣 可是传奇装备呢 可不能错过 三下五除二将其拔了下来 收起之后 闪身消失在了这里 圣斗士的 所以战力几乎都是 靠着圣衣才能爆发出来的 这玩意唐天怎么可能错过 自己用不着 给别人防身也是好的吗 只是因为不是这个职业 而无法发挥出 圣衣真正的威力而已 这些家伙都这样小气吗 怎么杀了两个人 战胜了一个人 只得到了三万多的积分 妈的 太坑人了 这帮家伙 肯定是提前就将积分花光了 不过也不算吃亏 只是加上死去的四个人进来时 缴纳的一百万积分归我了 五块铁牌 五百万积分 比刷绝望难度还快呢 离开那里之后 唐天来到了一栋大楼的顶端 隐藏起来 轻点着自己的收获 对于为什么会明明只有四个人 却有五百万积分 唐天也顺道查探过了 就在他原来的楼下 也就是那个鬼子的房间当中 还有一个倒霉的家伙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鬼子给宰了 这才有了鬼子身上 有两块牌子的现象 站在大楼顶上 局目扫视全城 唐天发现 到处都是战斗的场面 不过一半战斗都很快 应该是有人怕时间久了 会被别人占便宜 杀吧杀吧 杀得越多越好 看着城中不时传来的战斗声音 唐天冷冷地笑道 时间从唐天进入这里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了 唐天想来 那些弱小的人 应该差不多都被淘汰得差不多了 这才是真正王者竞技的时候 唐天不准备坐着等了 而是觉得主动出击 离开大楼顶端之后 潜伏在城市当中游走 寻找下手的机会 在这个竞技场当中 没有任何的人性可言 只有杀死对手 夺取对方手中的铁牌 才是真的 嗯 就在唐天经过一个杭道的时候 眼神一瞥 杭道当中的情景 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心中诧异 杭道当中 其实什么都没有 但是唐天就是决定 这里太安静了 并且有点阴冷 这就有点不正常了 难度是刺客之类的职业 隐藏在里面 唐天心中疑惑 开心真实之眼 查看杭道 看了一眼之后 唐天嘴角扬起了一个冷酷的笑容 尽管这里没有什么人 可是在唐天的真实之眼下 却被看得清清楚楚 一只蝙蝠倒掉在了杭道的角落当中 之前进来的时候 脑海当中就提示过了 除了参加竞技之外 是没有任何生物的 这里怎么会出现一只蝙蝠 吸血鬼 卡伯 等级41级 作为西方的另类职业 其实他们已经不能算是人类 尤其喜欢鲜血 小心你的脖子 你脖子上的血管 对他来说 比处女还要吸引人 作为吸血鬼的他 尤其害怕银制武器 那样的武器攻击 对他是致命的 在真实之眼下 那只蝙蝠的资料 被唐天获得 没想到的是 对方居然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西方的吸血鬼 对于这个物种 唐天丝毫不了解 只是在电影当中看到过 传送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人体 一种是蝙蝠 尤其惧怕阳光和白银 唐天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在这里 居然遇到了一只 难怪要跑到旱道当中 隐藏起来 原来是怕阳光啊 唐天心中暗道 不过却想着 怎么消灭这只吸血鬼 吸血鬼以速度和诡异著称 惧怕阳光和银制武器 不过唐天心想 对方都四十多级了 应该不怕阳光了吧 而且自己 也没有银制武器啊 不过 随即唐天眼珠一转 心中有了主意 你不是喜欢吸血吗 那好 反心你 看你怎么死 隐身状态下的唐天嘴角 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在他的授意之下 一些被变换了颜色的细小种子 被变异腰疼 向着旱道当中扩散 或许是老天都在帮忙 吹起了一阵微风 正好帮助种子 向旱道当中扩散 那倒掉在角落的蝙蝠 仿佛有什么察觉一样 动了动却没有发现什么 于是继续潜伏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一颗种子 已经无声无息之间 融入了对方的体内 看到这样的结果 唐天不再隐藏 而是想要见识一下 传说中的吸血鬼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解除隐身状态 一身血红的藤甲 显得妖艺无比 就那么突兀地出现在了 旱道的口上 漫步向旱道当中走了进去 嘿 我说你这只该死的蝙蝠 还要躲到什么时候 看着角落的吸血鬼 唐天笑着 用英语说道 末世前作为天水大学的高材生 唐天会的 可不只是一门外语 而英语正是其中之一 对方显然知道自己躲不了了 顿时扑腾着翅膀 掉在了地上 一股黑色的烟雾过后 便成了一个 一脸苍白的大鼻子外国人 面色英俊不说 穿着燕尾服 犹如西方的贵族一样 哦 该死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对方抱怨道 不过说话的语气 却是彬彬有礼 一点也听不出是在抱怨 唐天心道 果然吸血鬼 都是一群自视甚高的贵族 连末世当中的人 成为了这个职业都是一样 这让唐天十分无语 我说吸血鬼先生 你这是在干嘛呢 当鞦韆的吗 唐天看了一眼 对方之前呆的角落问道 你这家伙 拿下你该死的面具 让我看着十分不舒服 对方一脸高傲地 看着唐天抱怨道 不舒服 你不舒服的事情 还在后面呢 唐天古怪地笑了一下说道 就在这时 对面的吸血鬼卡帛 脸色一边 露出了一寸长的尖锐獠牙尖叫道 哦 该死 你对我做了什么 啊 就在卡帛说话的时候 他脸上的皮肤 居然慢慢地松弛了下去 仿佛皮肉之下的血肉 被吸食了一样 正是他体内的变异腰疼种子 开始生长了 吸血鬼以血液为食物 血液就是他们的根本 一旦血液失去之后 这帮号称不死的家伙 也难逃必死的命运 唐天正是看到了这点 才率先在对方体内 种下了变异腰疼的种子 怎么样 一直都是你吸别人的血 现在自己的血被吸走了 滋味不好烧吧 唐天笑道 该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杀了你 地方的卡帛面色猙獰 砰的一下背后的燕尾服 被撕开 一双漆黑的肉翅 伸展了开来 第514章 西方骑士 当看到对方的状态 唐天就知道 这应该就是对方的战斗形态了 吸血鬼一般是三种状态 平时显化世间的时候 是正常人 战斗的时候 是人类的身躯 加上蝙蝠的翅膀 逃命或者潜伏的时候 就是蝙蝠样子 嘿 现在发怒 可是晚了点呢 唐天看到对方的样子笑道 如果是在没有被变异腰疼的种子潜伏之前的话 唐天恐怕对付起来有点顾忌 可是现在嘛 对方再怎么挣扎 都是无用的 可是下一瞬间 唐天的表情就凝固了 当对方嘴唇当中的獠牙伸出 背后的翅膀张开之后 那速度之恐怖 让唐天都经济无比 只见对方身影一闪 就来到自己的身前 然后手掌张开 五根手指顶端 伸出了十公分长的血红色尖锐指甲 上面流转着漩涡一样的血色光芒 撕裂空气 尖锐的气流 简直肉眼可见 随即 碰的一声 唐天的身躯就到飞了出去 感觉像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撞上了一下 轰隆隆的声响当中 一连撞破了五六面墙壁 这才停在了废墟当中 停下来之后的唐天决定胸口发闷 低头一看 便一腰藤化作的藤甲上面 五道爪痕清晰可见 只是并没有破开唐天的藤甲 该死 大意了 这四十多级的吸血鬼果然不简单 不止速度快到极致 而且力量更是恐怖 若是没有藤甲保护的话 恐怕此时已经被对方抓穿胸腹了 还是大意了 这王者禁忌 岂是那么简单的 唐天心中凌然地想到 之前以为对方被便衣腰疼的种子控制住 就以为能够虐杀对方了 可是现在看来 始终都是不能小看任何赶来这里禁忌的人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家伙 就在唐天停下来的瞬间 那吸血鬼卡搏唧唧地尖叫着 再次化作了一道黑影冲了过来 手爪如无根穿透金刚的尖刺 血沙之气弥漫 哼 之前大意 现在还来 找死 唐天心中冷哼 在废墟当中站起身来 猛然一脚踢出 五十多级的力量爆发 恐怖的力量踢爆空气 发出轰隆一声巨响 就连空气都被踢出了波纹 碰 咔嚓 吸血鬼的速度太快了 面对唐天踢出的一脚 已经是无法躲避 不过对方也不躲避 自信自己的爪子 能够撕裂唐天的脚 可是事与愿违 在他爪子和唐天的大脚碰撞的时候 空气呈现波纹装辐射开去 而卡搏的爪子 则在咔嚓声当中 被唐天踢断了两根手指 愚蠢的家伙 你将承受来自高贵吸血鬼卡搏的怒火 卡搏的身躯倒飞 在天空中盘旋一圈 再次向着唐天冲了过来 这次他的翅膀上了 爆发了黑色如火焰一样的光芒 速度再次提升 几乎无视空间的距离 一下子就出现在了唐天的身前 再次一爪子抓向了唐天的面门 愚蠢的家伙 应该是你 唐天嘴角冷笑 就在对方快要临身的瞬间 唐天身上 一下子伸出了无数的血红色藤蔓 将其缠绕成了粽子的同时 便一腰疼藤蔓腕尖端无比锋利的尖刺 一下子就扎进了卡搏的身体当中 吸食着他身上的血肉 啊 该死 我的鲜血 我要你死 血液乃是吸血鬼的力量和生命源泉 便一腰疼吸收的速度是多么恐怖 一秒不到的时间 卡搏差不多就变成了皮包骨头 挣扎不开剧烈尖叫起来 当对方尖叫的时候 唐天心头一跳 然后就感觉到 天地之间没有任何声音了 双耳当中 乃至整个脑海当中 都充斥着卡搏的尖叫 除此之外 听不到任何声音 脑袋一阵眩晕 险些栽倒 就在卡搏尖叫的时候 以他为中心 空气无声无息之间 一圈圈荡漾开去 附近无论是砖石泥土 还是墙壁 无不都无声无息之间化作了粉末 就连前面开外建筑物上的玻璃 都砰得一声爆碎开来 可见他那尖叫声是多么的恐怖了 不过 他再怎么尖叫 在几秒钟之后都停止了下来 因为他整个人都被吸成了人干 完全就可以用干湿来形容 便宜腰疼松开对方之后 卡搏地掉在地上 砰得一声碎成了碎片 便宜腰疼加上其体内的种子 一起吸食他的血肉 几秒钟的时间 就将其体内的所有水分吸干 划出了碎片 吸血鬼体内的血液 乃是他们的力量和生命源泉 失去了这些 哪怕是对方拥有不死之身 一样要死翘翘 死得不能再死 好一会儿之后 唐天这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脑袋一阵发晕 听不到任何声音 知道自己的耳膜都已经被震破 该死 我怎么忘了 蝙蝠都是拥有超声波的 这吸血鬼继承了对方的特性 怎么可能没有音波攻击 大意了 要不是便宜腰疼将其吸食 恐怕几秒钟之后 脑袋都要被对方震成江湖 太大意了 不能小看任何赶来进行王者竞技的人 不熟悉其他职业的战斗方式 差点就完蛋了 看着前方变成一堆碎片的卡搏 唐天心中后怕不已 之前轻轻松松地 就得到了五块铁牌 以为这些人也不过如此 就开始掉以轻心 直到现在 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 敢来进行王者挑战的人 哪一个是简单的家伙 以后不能再这样 大意了 唐天心中告诫自己 知道这里不能久留 迅速收集战利品 没有想到的是 这卡搏身上 除了掉出十一块铁牌之外 什么都没有 唐天暗骂穷鬼 收拾其铁牌 迅速地离去 这卡搏就已经如此危险了 差点让唐天遭了到 唐天可是不敢再轻视任何人了 十一块铁牌 也不知道这卡搏是怎么来的 不过以他那恐怖的速度偷袭的话 得到这些铁牌 也不是什么难事 唐天心中想到 不过嘴角一扬 心到这卡搏 别看身上没带什么东西 可是却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家伙 唐天将其杀死之后 不但得到了铁牌 和他缴纳的一百万积分 甚至还得到了对方全部的积分 多达一千三百多万 这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 不过一想到 对方都有那么多铁牌了 也就知道 这些积分是怎么来的了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而是杀死别人知道 从别人身上掠夺而来的 果然不能小看任何人 尤其是西方职业 对其根本就不熟悉 差点就糟了到了 唐天心中再次告诫自己 不过此时他头疼减轻之后 郁闷的是 自己的耳朵怎么办 耳膜被震破之后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简直就聋子一样 耳朵聋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失去了听觉的唐天 小心了很多 不过随即 他就笑了 耳膜破了 在末世前可能会很麻烦 但是现在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在变异腰疼的生命液体下 很快就再次恢复了听觉 不过变异腰疼的生命液体 哪怕是现在接近五世纪的他 每天也只有三滴而已 这可是保命的好东西 不能乱用了 就在唐天恢复听觉的一瞬间 就听到了哐当哐当的脚步声传来 唐天心中凛然 这显然是盔甲撞击地面的声音 转身看去 之间一个全身笼罩在一套 银白色盔甲之中的人 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 对方的盔甲覆盖全身 连脸都挡住了 银色盔甲很厚重 让对方整个看上去高大无比 并且对方还手持一根长枪 这不是天朝传统意义上那种长枪 而是西方的那种骑士长枪 通体银色 手柄两尺长 护手的位置 一直到枪间 都是一个狭长的圆锥形枪体 显得华丽无比 唐天知道 这种长枪一旦冲刺起来 杀伤力极大 洞穿成枪根本就不在话下 看着对方 唐天眯着眼睛暗自想到 同时启动了真实之眼 骑士 奥多 等级44级 作为守护光明的存在 这群骑士 自以为自己有神的光明血统 厌恶一切其他存在 人名在其眼中 就是低贱的蝼蚁 小心他手中的长枪 可能会一下子动穿你的身躯 当得到对方的资料之后 唐天心道 果然是西方的骑士 只是疑惑对方怎么没有做齐 骑士不是都有做齐的吗 卑贱的人 放弃一切抵抗 交出身份铁牌 我将饶你不死 骑士停在唐天身前十米开外 手中长枪指的冷裤当中 带着高傲的说道 听到对方的话 唐天一下子就被逗乐了 这家伙还真是高傲自大的家伙 西方人难道都这样吗 之前的卡帛觉得自己高贵 就连这什么骑士 都是一个嘴脸 眯着眼睛看着对方 唐天手中无声无息之间 出现了血影狂刀 你不是狂吗 那我就将你劈碎 看你还狂得起来不 别以为穿着乌龟壳 就拿你没有办法 高傲自大的家伙 不知道你的本事 是不是和你的口气一样大 唐天冷冷地回应道 找死 侮辱高贵的骑士大人 我将以神的名义审判你 听到唐天的话 对方大怒 手中长枪摆动 浑身上下的厚重铁甲 摩擦哐当哐当作响 看到对方这样 唐天心道 对方穿那么厚重的铠甲 难道不累吗 第515章 审判 对面的骑士傲多 穿的那一身银色铠甲之厚重 唐天目测 起码有八九百斤左右 整一个看上去 就跟个乌龟壳一样 不过这骑士的铠甲 却比乌龟壳美观多了 人家好歹也是神灵的士兵不是 当然这都是狗屁 充其量 不过就是末世当中的转职者而已 哪里来什么狗屁的神灵 喂 我说 你这连脸都不敢露出来的家伙 穿那么厚 是为了防揍的吗 听到对方嚣张的话 唐天不以为意 扬了扬下巴问道 你将承受骑士大人傲多的审判 对面的奥多丝毫不领情 手中的骑士长枪直直地指着唐天 从头盔的面罩当中 传来了高高在上的那种傲慢话语 光当 当奥多说完之后 一只脚猛然踏地 身上的铠甲金属撞击的声音 尤为冰冷刺耳 随即他身上整个仿佛燃烧着乳白色的火焰一样 开始发光发亮 搞什么 跟之前那个该死的吸血鬼一样 浑身冒光 这是他们的传统吗 看着对方 唐天无语地想到 不贵下一刻 他就瞪大了眼睛 只见对面的奥多 摆出了攻击姿态 并且浑身发光之后 下一刻 脚步猛然踏地 随即犹如一道高速形式的火车一样 飞速撞了过来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比之前唐天遇到的那个吸血鬼 都不逞多让 那圆锥形的骑士长枪 浑身进气击射 呈螺旋状缠绕枪身 撕裂一切 就连枪身周围数十米的空气 都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我擦 国外的家伙 都是这么野蛮吗 之前的吸血鬼是这样 现在的骑士也是这样 所谓的蛮夷就是蛮夷 一点技巧都不讲 看到对方冲来 唐天心中鄙视道 不过这一次 却不会像之前的吸血鬼那样 遭了对方的道了 双脚如落地生根一样 稳稳地站在地上 手中精英的血影狂刀刀身躲躲 雪花盘绕 猛然击射出数米长的雪亮刀光 却并不消散 仿佛是刀身的延伸一样 刀光冷冽 切割空气无声无息 只有靠近刀光地方的空气 才在轻微地扭曲 并不像对方那样 声势浩大 一秒钟有多长 十分之一秒呢 这么短的时间 能干什么 但是对方 却可以无视 距离一样跨过空间 抽着的长枪进气击射 想要将唐天整个人 洞穿撕裂成碎片 野蛮之人 就要用野蛮的方式来对付 唐天心中想到 双手握刀 猛然向着那击射而来的 骑士长枪劈了鼓 刀光雪亮 一闪即逝 照亮了这一片不大的区域 哄 当刀光和骑士长枪碰撞的瞬间 空气被打爆 犹如释放了一个高爆炸弹一样 肉眼可见 空气一圈圈荡漾开去 击射的进气 和破碎的刀器飞舞 扑哧扑哧地 将周围的剑柱粉碎的千疮百孔 可见 双方碰撞直猛烈 等级跨过四十级之后 哪怕是光凭剑蛮力碰撞 都蕴含着莫大的威能 如此一来 唐天两人攻击造成的效果 一点都不夸张 刀锋与枪间相接之处 进气击射 席卷方圆百米 犹如平地起了一阵狂风 一切都被激荡的空气 给推飞了出去 但是 这还没完 双方并不是一碰就分开 而是在碰撞之下 其实那魁梧的身躯 脚步在踏地面 轰隆一声长枪 响起一地 再次如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样 响起冲击 唐天瞳孔一缩 就这样被对方用长枪顶着倒退 脚步根本就站不住 哪怕地面都被双腿 拉出了深深的勾渠 但是依然抵挡不住 对面骑士奥多的冲锋 这就是骑士的冲锋技能吗 根本是蛮力冲撞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蛮夷就是蛮夷 唐天心中无语 却不会就这样 一直被对方顶着跑 手中血印狂刀刀锋一番 刻在了骑士长枪的侧面 唐天凭借这点微弱的反正之力 身躯一侧 任由骑士奥多 对方擦肩而过的时候 手中长刀刀芒吞吐 眨眼间刺目的刀光乍起 如闪电一般 劈向了奥多的腰间 骑士虽然满力无双 但是灵活不足 那里能够想到 唐天居然会在方寸之间躲开 前行冲击的脚步停不下来 当感觉到手中长枪一清的时候 唐天已经站在自己的侧面了 并且血亮的刀光乍起 眼看就要劈在自己身上 饶视他自己身上的铠甲 厚重无比 但是感觉到那恐怖的刀光 也没有信心 骑士守护 奥多大喝一声 身上的光芒猛然大涨 如烈火当中浇了一桶油一样 瞬间的时间 那光芒一下子化作了 四道盾牌模样的光盾 将它牢牢地守护在了中间 辅助技能吗 唐天眼神迷起心中想到 但是手中的血影狂刀 携带着无比犀利的刀光 毅然地劈了下来 管你是什么 给你劈碎了再说 刀光闪烁 一下子就劈在了 那守护盾牌之上 可是不知道 这几乎透明的盾牌 不知道是什么阶段的技能 居然坚韧无比 这普通的刀光 根本就不能劈碎 刀光劈在上面 一下子就碎裂开来 并没有能劈开光盾 可是唐天手中的血影狂刀 却没有停下来 而是依然猛烈劈下 冰冷的刀身 只是晶莹的朵朵雪花盘绕 一下子就劈在了那光盾之上 肉眼可见 光盾眨眼间破碎 化作碎片消散 咔嚓 扑痴 轰 血影狂刀 可是超越了传奇级别的装备 尽管刀光不能劈碎光盾 但是刀身本事 却是锋利无比 那里是那什么光盾能够抵挡的 一下子劈碎光盾之后 再劈在奥多身上的铠甲之上 一下子将他身上的铠甲 撕开一道尺长的窝口 鲜血都来不及流出 就被冰冷的刀锋 给冻结了伤口 奥多前冲的姿态 并没有停下 而是一眨眼间 再次前冲了数十米 最后一下子轰然撞在了地上 地面被掀起 砸出了一个直径十米的大坑 一切说来话长 却不过只是在 唐天和其茶尖过的瞬间而已 从唐天被对方长枪顶着后腿 到此时 奥多砸在大坑当中 最多也就只是过去了一秒而已 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 一秒钟的时间 或许只是弹指就过去了 但是当人类的等级超过四十级之后 一秒钟的时间 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攻击数十上百次 冲击数百米 都不是什么问题 简直超出了普通能想象的极限 我就说你这乌龟壳不怎么管作用的吗 唐天摇了摇脑袋 眯着眼睛 手持血影狂刀 一步一步地走向对面正站起来的奥多 卑微的家伙 你成功地激怒了高贵的骑士大人奥多 并且还敢弄破我高贵的铠甲 你死定了 承受骑士奥多大人的怒火吧 对面的奥多站起身来之后 看着唐天愤怒地咆哮道 随即 他整个人身上的乳白色火焰 犹如火山豹一样 猛然高涨 一下子就窜起了数十米高 而他整个人都被映照得 犹如行走世间的神灵一样 搞什么鬼 你以为你是太阳吗 那么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夕阳坠落的美景吧 唐天口中低语 手中原本金银雪白的血影狂刀 却被染上了一抹阴红 审判 奥多浑身光芒击射 猛然大喝 随即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 手中骑士长枪在前 犹如箭头一样 一道道恐怖的乳白色光芒 将其围绕选择 扭曲方圆数百米之内的空气 而他本人 却是仿佛被拉长 成了一根百米长的乳白色钻头一样 恐怖的进气击射 将方圆数百米之内的一切都搅碎 快快快 简直太快了 从奥多爆发到冲向唐天 不过十分之一秒的时间而已 恐怖的长枪 就已经快要洞穿唐天的身躯了 就在这时 唐天整个人身上恐怖的进气爆发 手中泄影狂刀刀身 只是赤红的光芒暴射 以唐天整个人为中心 仿佛天地之间升起了一轮红日一样 赤红的光芒 一下子就淹没了方圆千米之内的一切 赤红的光芒 在这残破的城市当中升起 犹如一轮吸血的太阳一样 唯美当中 带着让人心醉的意景 残阳如血 让人心碎 一阶技能残阳刀法 再次在唐天手中使出 这已经是他将一阶的残阳刀法威力 发挥到极致的表现了 不但有大日阳光的浩大 还有夕阳坠落的唯美 让人沉寂在这美丽的风景当中 无声无息被灭杀 当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 方圆千米的一切都变成了废墟 化作了无数残渣碎片 唐天收藏金银的血 隐狂刀背对奥多站立 缓缓转身 而唐天背后的奥多 则是还保持着冲锋的姿势 身上的光焰已经被熄灭 就如一尊雕像站在原地 咔嚓 随即一声请问的细响传来 他手中才圆锥形骑士长枪的枪尖 只是一道裂口开始蔓延 枪身之上 乃至他身上的铠甲 都布满了裂痕 最后在砰的一声脆响当中 他手中的长枪 包括身上的铠甲 都化作了无数的碎片 而他整个人 却被分成了两半 砰的一下 倒在地上 死得不能再死 第516章 天涯秘之音 现在遇到一个人 都需要使出一阶技能才能解决 真不知道 遇到后面的家伙 是不是要将所有的技能都爆发出来了 唐天口中嘀咕道 人走向了奥多的尸体 唐天来到奥多尸体旁 看到地上的六块铁牌 捡起来之后 自言自语道 还审判呢 穷鬼 还没有一个吸血鬼的铁牌多 审判的毛 不过话说 你这家伙的积分倒是不少 有小千万了 不过话说到这里来的人身上 都是不带其他东西的吗 除了被打碎的装备之外 什么都没有 唐天感慨 奥多富有的同时 翻找了一下他的尸体 发现什么都没有 不过一想也就明白了 能来到这里的人 大多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去 肯定将自己的装备什么的 都放在了外面 以防万一 要是自己生死的话 也不至于让自己的收藏 落入别人的手中 得不到其他的收获 唐天之地这里 已经不能久留了 之前那么大的动静 肯定会引来其他人的 到时候 被组队的一堆人包围起来 那自己就麻烦了 要知道 在这里的人不只是单人 而且 还有人是会组队的 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缘 于万人之中脱颖而出 谁长生死 谁能成为最终的王者 竞技场是一个残酷 并且无情的地方 你所见的人没有朋友 全部都是敌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竞技场当中的人越来越少 同样的 能够存活下来的人 也更加强大 三个小时之后 唐天先后斩杀了18个人 其中有强有弱 强大的甚至等级 都差点就突破了50级 极其难以对付 最弱小的一个 则是一个倒霉鬼 不知道在那个地方被人打败 随机被传送到了唐天身边 被唐天毫不留情地收割了生命 其他唐天也有 遇到一些天朝的人 对这些人 唐天一般都是 将其打败之后 收走铁牌 一般不伤其性命 不过唐天也不是一直都一帆风顺 遇到的对手当中 有几个偏门的职业 手段极其难以对付 倒是让唐天吃了一点不小的亏 甚至有一次 还差点被杀死 可见这王级竞技的凶险 不过总的来说 唐天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先后一共收获了铁牌数量 达到了八百多块 积分更是收获了一亿多 可谓是大丰收 随着人数的减少 能遇到的人 就不像之前那样容易了 而且 哪怕是遇到的 都是一些 要么极其强大的家伙 要么就是一下职业偏门手段 让人防不胜防的职业者 行走在城市的废墟当中 唐天已经不再刻意地隐藏身形 因为能留到现在的人 一般的隐藏 已经没有作用了 而且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行走 也是为了吸引敌人而来 要不然在这方圆千里的城市当中 要去寻找隐藏起来的对手 那是何其困难 走着走着 唐天面色开始变得古怪 因为前方居然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琴声 是那种古典悠扬的琴曲 这让唐天纳闷 谁有这么好的雅兴 居然在这残酷紧张的竞技场当中弹琴 不对 这或许是一种特殊的职业 恐怕弹琴也是为了引人前去的吧 居然这样明目张胆的 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伙 唐天心中暗响 不过人却是朝着琴声的方向走了过去 走了没有多久 唐天心中一动 嘴角翘起自言自语道 看来被这琴声吸引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呢 不管他有再多的人 唐天还是向那个地方走去了 他倒是真的想见识一下 敢用琴声吸引人的家伙 到底有什么本事 敢这样明目张胆 拐过一栋倒塌的大楼之后 出现在唐天眼前的是一片开阔的广场 广场极大 直径恐怕有上千米 地面铺就着大理石的地板砖 中心位置有一个小假山的喷泉 而那个弹琴的人 此时正坐在喷泉的假山之上 忘情地弹奏 仿佛这里并不是什么危险的竞技场 而是一个陶冶情操的好地方一样 弹琴的是一个年轻男子 长相英俊不凡 特别是一头极腰的长发 显得尤为显眼 一身雪白的长衫 让他整个人看上去 拥有一股书卷之气 仿佛一个古代的书声在踏青一样 一张六弦古琴放在双腿之上 这个书声就那么闭着眼睛 忘情地弹奏 当唐天踏进这个广场的时候 那书声似有所觉 向他这边看了一眼 却并没有在意 琴师 化乐声 等级48 别看他是一副弱不禁风的书声模样 小心他的琴声 不但是杀人无形的武器 也有迷惑人心的功效 在唐天的真实之眼下 弹琴的化乐声资料 被唐天获得 眉毛一挑 唐天心中警惕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职业 琴师吗 唐天一步一步走向了化乐声 对于这个职业 唐天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不过大致也能猜出 这个所谓的琴师 大概也就如影视当中描述的那样 以琴音杀人了 这样的情况 貌似还很多的 比如功夫当中的那两个瞎子 比如笑傲江湖当中 看守任我行的那个琴师 再比如六指琴魔等等 无一例外的 这些人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轻易大意不得 和唐天几乎同时 来到这里的 不止唐天一个 分别从几个方向 同时有人来到这里 唐天看了一眼 一共有五个人 其中四个都是外国职业 有身穿长袍的牧师 就是教堂当中的那种 唐天不知道对方 是用什么东西制敌 还有一个 如同之前唐天遇到的 那个骑士一样的家伙 不过这人明显 要比唐天杀死的 那个骑士奥多要强太多了 还有一个是金发法师 并且是个女人 身上强横的波动荡漾 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家伙 最后一个 则是一个身穿和服的 太阳国女子 一脸温和 背上背着一个大葫芦 乃是一个忍者 不过是忍者当中 特殊的忍者 身上一种厚重的感觉 让人不得不警惕 其实唐天在看到 那个太阳国女人 身上背着的 那个葫芦的时候 脑海当中有点印象 好像在某个动漫 当中看到过 不过唐天根本 就不喜欢看动漫 根本就想不起 到底是出自哪里 最后一个一看 就是一个天朝的人 年约四十 身穿一丝青色长袍 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也没有拿什么显著的兵器 仿佛一个中年书生一样 不过唐天敏锐地发现 对方手中两颗黑白棋子在转动 真实之眼下 看到对方 居然是一个下棋的高手 棋师 弹琴的来了 下棋的也来了 那么搞书法的呢 画画的呢 这俩家伙 不会是一伙的吧 唐天巡视了一圈 在心中嘀咕道 七人汇聚于此 互相都在打量 不过却都没有说话 可是心中都在警惕着对方 因为能留到现在 并且没有畏惧来到这里的 明显就是对自己 拥有无比信心的人 尽管都很眼馋 对方的铁牌和积分 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率先动手的 而且 唐天在打量着这六个人的同时 敏锐地发现 周围居然还有人隐藏在暗中观察 看来是想当渔翁了 场面陷入了沉默当中 不过假山上弹琴的画乐生 此时陶醉于自己的琴声当中 仿佛没有发现他们的到来一样 不过琴声却是显得有点高亢了 异曲甘长段 天涯何处觅之音 就在这时 闭目弹琴的画乐生 悠悠地开口说道 不过说出来的话 让唐天和那个手拿棋子的人顿时无语 男脑门的黑线 这家伙是在飘窃啊 有目有 哦 这里很热闹吗 我也参加一个怎么样 就在此时 从广场的上方传来了一个声音 唐天抬头看去 发现居然是一个吸血鬼 不过这家伙 一看就比之前的卡伯要强大太多了 不说别的 就单单是背后那双银色的蝙蝠翅膀 就比卡伯的脉象强了太多 他说的是英文 唐天倒是听得懂 这是什么情况 要来一场大乱斗吗 唐天看着广场上的七人 心中古怪地想道 华月生 你又在这里装神弄鬼了 没想到 我们会再次见面吧 几天前那一场王者竞技当中 我不小心遭了你的道 这次不知道 你还有没有这样的好运啊 率先开口说话的 居然是那个骑师 显然和弹琴的华月生有过节 率先想他开炮 呵呵 是你 手下败将而已 没想到你还敢来 华月生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道 停止了抚琴 哦 谢特 这样不公平 你们居然认识 这次开口的 居然是那个外国金发女法师 神说 哪里有争斗 哪里就有杀戮 不要争斗了 回归神的怀抱吧 再次开口的 居然是那个牧师 那手中是一本黑色的圣经 放屁 神什么时候 说过这样的话了 神穿龟壳欧布 银色铠甲的骑士 对着牧师喷了一句 有意思有意思 只要杀了你们这些人 获得了你们身上的积分 那么距离我大太阳帝国称霸事件 就再进了一步了 悲葫芦的太阳女人 用生硬的英文说道 你们这是 再无视我的存在吗 天空中那个吸血鬼 阴沉沉地说道 第517章 人人喊打 看到汇聚于广场上的 其他七个人 唐天顿时觉得头疼了 可以说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值得他万分警惕的 强横存在 这一下子来了八个 唐天督住知道 要是这战斗起来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画面 恐怕这方圆数十里是保不住了 要被生生打残 头疼的 又何止是唐天一个人 在场的谁不是这样想的 若是真的乱斗起来 恐怕真的是 要用惊天动对来形容了 这个广场 更是有可能在请客之间就被毁掉 九个人汇聚在这里 每一个都堪称镇压一方的存在 谁都不敢贸然动手 牵一发而动全身 谁要是敢贸然出手的话 恐怕会成为公敌 到时候 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更何况 谁知道这周围有没有人隐藏在暗处 准备偷袭的 唐天没有说话 静待事态的发展 若是要战 他不怕这里的任何一人 若是不战 大家各自离去 他也不会动手的 哈哈 来的人有点多呀 站在假山之上 双手抱琴的化跃声 心中也感觉到了压力 面色尴尬地说道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既然大家都来到了这里 恐怕全都抱着收获对方手中铁牌 和积分的目的 那么我们何不联手 将最讨厌的人先灭掉再说呢 手持黑白棋子的骑士笑着说道 目光看向了悲葫芦的太阳过女人 众所周知 在全世界这个民族 都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存在 骑士这样建议 倒是让所有的人都眼前一亮 决定这个建议不错 当被七双眼睛 同时不怀好意看着的时候 太阳过女人的脸 一下子就白了 她虽然无比自信 自己不输于在场的任何人 可是 若是被这七个人围攻的话 她没有丝毫逃生的可能 最好的结果就是交出铁牌被传送走 要不然 恐怕请客之间就要被轰杀成渣渣 我没有意见 这个肮脏的民族 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白审判 乌龟壳骑士 转身看向太阳过女人 冷冷说道 神说 一切的丑恶 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应该是美好的 所以我也很乐意给这个世界 清除肮脏的东西 外国和尚 哦不 是牧师也将目光放在了太阳过女人身上 这些家伙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简直玷污了空气 应该将其清除 金发法师女人同样看着她 冷冷地说道 嘿嘿 这个主意不错 我也没有意见 这个肮脏的民族 连血液当中都有精 紫的味道 实在是太讨厌了 天上的吸血鬼也跟着附和 我没意见 并且完全赞同大家的决定 唐天也开口耸耸间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你们全都不得好死 太阳国女人发现 其他欺人居然都要先解决自己 哪里还能待得下去 用声音的英语说了一句 就想要逃 哼 神说 世间一切邪恶都要受到光明的净化 率先发难的 居然是那个外国和尚 手中圣经翻了一页 看着太阳国女人冷冷说道 顿时 这个太阳国女人 才刚刚准备离开的身形一顿 抬头惊恐地看着天上 双手急速比划这几个手势 背上的大葫芦 砰得一下打开 顿时一股黄 似得沙尘冲天起 一下子就覆盖了方圆百米的天空 沙尘冲到数十米高之后 随后开始扩散 如倒扣的碗一样 形成了一个黄色的罩子 将太阳国女人保护在了其中 沙尘阻挡 看不到里面的丝毫情况 就在沙尘形成的护罩完成的一瞬间 天空之中 一道直径十米的白色光柱 从天而将 光柱直上直下 穿透空间 空气如水一样荡漾开去 轰的一声惊天巨响 落在了沙尘护罩之上 交接之城冲击波猛烈扩散 沙尘漫天 到处击射 恐怖的冲击波席卷一切 带着沙尘 扩散至少千米的范围 将广场边上的建筑都粉碎了 广场上的其他几人 任由狂暴的冲击波 冲击在自己身上 没有一个人动摇的 谁都知道 要是谁连这点冲击波都抵挡不住的话 就没有资格留在这里 恐怕下一个被群攻的 就是自己了 看到这一切的唐天 嘴角直抽抽 按道这外国和尚就是厉害 那恐怖的光柱 是哪里来的 从天而降 难道真是神在发怒 不过唐天可不这样认为 只是觉得 这应该是外国和尚攻击的技能 太过特殊了而已 哼哼 想逃吗 逃不了的 就在光柱轰击沙尘罩子的时候 一边的骑尸冷笑 只见他手指连弹 一颗颗黑白棋子 被他弹射而出 眨眼间 就在那沙尘护罩周围 落下了数十颗棋子 这些棋子落在地上之后 顿时即射出一根根细小的黑线 相互串联 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棋盘 而那沙尘护罩 就在棋盘之内 当棋盘形成之后 坐落在棋盘当中 交错线上的棋子 每一刻 都有一道直径一尺的光柱冲起 仿佛一道道狼烟一样 让那一片空间都扭曲了 看到这一切的唐天眼角眯起 心中震动莫名 他开始一直怀疑 这棋师是怎么攻击人的 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是用棋子摆下阵法 进行攻击 这样的手段 不可谓不高明 对于棋师所说的 想逃这两个字 他此时也知道了 因为就在棋盘形成狼烟升起的时候 棋盘当中的空间扭曲 砰的一下 掉出来了那个 太阳国背葫芦的女人 哦 原来 是想通过盾数逃跑 所谓的沙尘护罩 不过只是掩人耳目的手段而已 不过话说 他的盾数高明了很多啊 我差点都没有发现 看着阵法当中的 太阳国女人唐天 心中暗响 嘿嘿 这回看你怎么跑 之前就从我手中逃跑了 看你不死 乌龟骑士冷冷地笑道 身上爆发出 璀璨的银色火焰一样的光芒 一下子就窜起了数十米高 比之唐天杀死的奥多 要恐怖太多了 当光芒形成的瞬间 他整个人化作一道 长达千米的恐怖流光 枪间进气击射 像是和地平线平行的龙卷风一样 扭曲数百米内的空间 一下子就像这阵法当中的 太阳国女人 冲杀了过去 唐天猜测 要是这一下击实了的话 这个女人恐怕一下下 就要被轰杀成渣渣 不过显然这个女人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眼看 无法通过顿数逃走 顿时一拍背上的葫芦 再次一大股沙尘冲出 每一颗沙粒 都闪烁着金属的光芒 无尽的沙尘凝聚 一下子就形成了一头 数十米粗的龙头 向着乌龟可骑士化作的流光 吞了过去 骑士的速度太快了 一下子就冲进了龙头当中 恐怖的冲击被吞没之后 那头沙尘凝聚成的龙头 一下子咆哮开来 无声的音波扩散 空气肉眼可见一圈圈荡漾开去 砰 沙尘凝聚的龙头爆炸 扬起了漫天金属一般的沙尘 乌龟可骑士从沙尘当中掉落了出来 身上的火焰光芒已经消散 并且 那银色雪亮的铠甲 也变得无比斑驳 不再那么光亮了 而是仿佛经过了 无尽随意的封杀洗礼一样 这个女人的沙尘有点门道 连骑士那么恐怖的冲锋 都被吞噬了 都不是简单的人 看着这一切的唐天心中暗响 肮脏的家伙 就让我来撕碎你吧 天空中的吸血鬼嚣张大喊 背后的银色蝙蝠翅膀煽动 她的身影眨眼间就消失不见 快到目前状态下的唐天都 只能捕捉到一道模糊的残影 速度太快了 喷 死了 吸血鬼消失的下一瞬间 阵法当中的太阳国女人 惨叫一声道飞跌落 胸腹之上出现了几道猙獰的伤口 正咕噜噜地喷射着鲜血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金发女法师手中 出现了一根超过她身高的金色法杖 手中法杖一挥 顿时那跌落还没有触及 地面的太阳国女人者 身躯方圆数十米之内 都被无穷无尽的金色光芒淹没了 唐天眼中所见 那哪里是什么金色的光芒 分明就是无数高速穿梭的冰刃 有刀有剑 这些冰刃穿梭游走在那片区域 将一切都粉碎 无数噗哧噗哧地剩下之下 鲜血飞洒 那太阳国女人 硬生生地被削成了一堆肉泥 最后只留下一个诺达的葫芦 碰的一下掉落在地面 最后碎裂开来 化作烟尘消失不见 几个恐怖的高手联手之下 强大的太阳国女人者 硬生生地被虐杀成渣渣 逃命都做不到 看着这一切 唐天嘴角直抽抽 团队的力量果然恐怖啊 连对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就被虐杀了 这是何等之恐怖 可想 这里的任何人 单独都应该无法在 其他几人的联手之下逃命 当一切都平静下来的时候 这个原本平整的广场 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了 肮脏的存在已经被清除 那么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时 站在假山上的话月生开口笑道 或许是他施展了某种手段 他脚下的假山并没有被打残 广场上的人 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谁都没有说话 也没有人去看那个太阳过女人死后掉落一地的铁牌 目测起码数百块 神说 闭嘴 牧师正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被骑士粗暴地打算了 骑士看了一圈 最后将目光瞄上了 第518章 逃跑退出 因为化月生情生的缘故 八个堪称是镇压一方的强者 汇聚与竞技场王者难度的广场之上 到现在 大家打着消灭肮脏的借口 已经将太阳过的女人者消灭了 在场还有七人 七个人 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大家群殴的对象 到那时 才叫一个欲哭无泪 面对其他六个强者的轰击 在场的没有人自信 能够接得下来 下一个会是谁 七人不动神色地远离其他人 各自在其他人身上巡视 都不想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尤其是一身乌龟壳的骑士 之前 在对抗女人者的时候 恐怕吃了点暗亏 此时压着一肚子的怒火 巡视着其他人 想要将心中的怒火倾泻出来 最后 他将目光瞄上了唐天 开口冷冷地说道 之前在杀女人者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出了力的 只有这个人在一边 站在没有动手 想捡便宜吗 那么这样 我们大家何不将他先轰杀了 再分战利品 唐天心中咯噔一声 没有想到 这该死的乌龟壳 居然将目标瞄上了自己 并且说出来的理由是 那么的冠冕堂皇 这让唐天感受到了无比巨大的压力 哪怕是他也没有自信 承受得起其他人的攻击 不过若是拼命的话 唐天自信起码有几个人要陨落在这里 不过自己的下场也不好过 由于唐天身穿便衣腰疼所化的藤甲 别人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唐天用无比平静的声音说道 哦 是吗 你确定下一个目标是我 在说话的同时 唐天身上的无形气息爆发 身体周围的空气如水波荡漾 仿佛不能承受唐天的存在 而颤抖一样 其实乌龟壳骑士 之所以选择唐天作为下一个目标 是有原因的 之前在攻击女忍者的时候 大家都出手了 唯独唐天没有动手 这让他感觉到了压力 毕竟没有丝毫看出唐天的深浅 这样不险山不露水的人 在他看来才是最危险的 不过 当看到唐天爆发出来的强烈气息之后 内心又有点忐忑了 这之上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谁知道其他人怎么看 若是其他人不管的话 自己之前就已经得罪了唐天 那么必将承受唐天的怒火了 于是冷哼道 不是你还能是谁 装神弄鬼 你们是什么意见 若是同意的话 我们就动手吧 说完还做出了攻击的姿态 你确定是我了 唐天看着乌龟壳骑士 声音冷如冰霜一样问道 如果他说是的话 唐天会毫不介意地暴力出手 先将他轰杀了 杀及警猴 到时候看谁还敢将 自己作为下一个目标 不过那样一来的话 自己就危险了 就在两人差点打起来的时候 站在假山之上的话 跃声开口了 说道 我好像也没有出手了 你个乌龟壳 是不是也要拿我出气 哼 我看啊 这个人是我们当中最不安分的 不如大家先将他做了怎么样 一边的骑士帮腔道 听到他们两人的话 骑士心中咯噔一声 按道糟糕 这怎么好好的 就将祸水引到自己身上来了 自己不是提议 先干掉对面的唐天的吗 嘿嘿嘿 我也觉得可以这样 这家伙看上去像乌龟一样 不敢用真面目试人 那么我们就扒开他的乌龟壳 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家伙怎么样 吸血鬼盘旋在天空阴沉沉地说道 唐天心中纳闷 这之前不是还想拿自己开刀的吗 怎么一下子就将骑士作为攻击目标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枪打出头鸟 不过转而唐天就明白了 之所以将骑士作为目标 是因为自己之前说的话 从口音上就可以判断出 自己乃是天朝的人 这样一来 华月笙和骑士自然就是在帮自己了 众所周知 天朝我民族虽然喜欢内斗 但是当遇到外敌的时候 都是先移之对外 将外敌消灭之后才进行内斗的 这是一种扭曲的团结 不过在这时却帮了唐天 已经有三个人同意干掉骑士了 其他人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一个个的都将目光不怀好意地 看向了乌龟壳一样的骑士身上 哼 你们别被我遇到落单的时候 要不然我会一个个将你们杀死的 见所有人都将自己作为下一个目标了 骑士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胜算 强硬地丢下这样一句话 他的身形就消失不见了 消失之后 他所处的位置掉了一地的铁牌 目测起码上百块 好吧 这家伙比之前那个女人准时事物多了 知道自己留下来是个死 干脆自己让出铁牌随机传送跑了 狡猾的家伙 不过这样的人才活得长 只是不知道他是退出了 还是被传送走了 看着骑士消失的方向 唐天心中暗自想到 与此同时 唐天和其他人一样 都得到了从骑士那里得到 积分的提示 骑士是他们联手逼走的 也可以说成是唐天他们之前 在组队对抗骑士 那么骑士走之后的积分 肯定就是他们平分了 那么 下一个会是谁呢 化学生装模作样地 巡视着其他人说道 这事骑士也开口附和道 我发现 我们这里的人 基本上都是正常人类 但是有人却不是人类呢 黑暗当中挣扎的家伙 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将他除掉呢 唐天看着这两个家伙 在这里一唱一和的 面色古怪 如果到这时 他都还看不出 这两个家伙有猫腻的话 那唐天就是傻子了 不过其他人可不这样想 之间对面的外国和尚 哦不 是牧师 手持圣经看着吸血鬼皱眉道 我讨厌这种肮脏的生物 我想 上帝也不希望 看到这个世间 有这种肮脏的东西存在的 应该被净化掉 消除这个世间的邪恶 没错 我们都是人类 唯有这个家伙 是不人不鬼的东西 应该率先将他杀掉 金发女法师 也看着吸血鬼厌恶地说道 唐天看着这一切 面色古怪 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华月生 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那西方的两个家伙 明显不是笨蛋 难道看不出 华月生和骑士是一伙的吗 对了 之前的情声 有迷惑心智的作用 看来那几个外国人 都在无声无息之间 中了他的招了 完全没有丝毫的觉悟 还帮着人家说话呢 难怪这个华月生 敢独自在这里抚情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笨蛋 唐天瞬息之间就想明白了 其实唐天不知道的是 华月生的情声只是一方面 充其量只是作为一个 下意识的引导而已 最关键的是 牧师和女法师 都是西方人 在他们的骨子里面 就很讨厌吸血鬼 这种黑暗当中的生物 都想要将它消灭 却没有意识到 这是末世 吸血鬼也不过只是 一种职业而已 有必要那么较真吗 而且这些家伙 也太不团结了吧 如果将吸血鬼杀了之后 东方这边就占据了三个人 要灭他们可是占了大优势了 不过牧师和法师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该死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之前可是战友 吸血鬼在天空当中盘旋咆哮 想要远离地上的这些人 而且也存在了逃跑的心思 不过众人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牧师再次翻开了圣经的 一夜口中说道 神说 邪恶必定消失在正义之下 黑暗中将被光芒驱逐 肮脏的灵魂应该受到净化 净化之光 哄 当牧师口中念叨完之后 整个天空大亮 一道乳白色的光柱从天而降 直径达到了二十米 并且光柱之上仿佛还燃烧 这银色的火焰一样 压他苍穹 恐怖的威能爆发 虚空荡漾 无法承受七恐怖的威力 吸血鬼想逃 可是那恐怖的净化之光 却仿佛有眼睛一样 无论他怎么跑 都一直在他头上 端是神奇无比 这种光明的手段 本身就是一切邪恶的克星 净化之光降临 根本就轮不到唐天他们动手了 恐怖的光柱将吸血鬼笼罩 任由吸血鬼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身体像奶油遇到烈火一样开始融化 吸血鬼不是没有反抗 但是他的一切手段 在这净化之光面前 都没有丝毫效果 统统被净化掉了 最后他尖叫一声 化作了一大群细小的蝙蝠 向四面八方逃走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整个广场都被一座巨大的金色法阵 给笼罩了 那些细小的蝙蝠 撞在法阵指示 顿时就被无数凭空出现的金色冰刃 撕扯碎片 砰 不得已之下 吸血鬼化作原形 跌落在地上 仇视地看了一眼在场的人 身躯扭曲消失不见 地上掉出了起码数百块铁牌 很明显 受到净化之光攻击的吸血鬼 严重受到了伤害 不敢再留在这里 而选择了退出了 至此 原本再次的八个人 被杀一个 吓跑一个 受重伤退出一个 场面还剩下五个人 不过不一样的是 唐天无声无息之间和化跃声 还有骑士交流了一个眼神 彼此都读懂了 对方眼神当中的含义 那就是先斩杀外族 最后再商量收获的事情 微妙的气氛变化 明显被西方的牧师和法师感觉到了 第519章 再走两人 微妙的气氛 尽管并不特别显着 但是那个牧师和法师 却不是笨蛋 怎么会感受不到 当即脸色未变 看着唐天三人 警惕地打量了起来 哈哈 这不 走了三个 清静多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商量一下 怎么分这地上的铁牌了 化跃声双手抱琴 站起来笑道 是啊 这地上的铁牌 起码都上千块了 我们每个人 最少都能分到两百多块呢 其实附和着说道 不过唐天 怎么都感觉这俩家伙不怀好意 你们东方人真阴险 将我们西方的人逐一逼走 现在又向趁火打劫吗 牧师一脸平静地说道 不过他手中的圣经 在不停地颤抖 仿佛随时都会爆发出 恐怖的威能 进行攻击一样 显然这个人内心 并不是那么平静 谁是猎物 谁是猎人 还说不一定了 金发女法师冷冷地说道 骑师巡视了一圈 看着女法师说道 你所凭借的 就是你之前在对付 吸血鬼师部下的阵法吗 好像我才是阵法的大行家呢 废话什么 动手 老七你对付那个法师 牧师交给我了 那个谁 你还是要继续看戏吗 话说我们对付完他们之后 分你一份怎么样 化跃声对骑师说着 后来转身看向唐天问道 这次说的是中文 显然牧师和法师不太懂中文 根本就不知道 化跃声在说什么 你们随意就好 不用管我 不过 铁牌最后还是要分我一份的 因为你们以为 之前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就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总要人警戒的不是 唐天平静地笑道 不过藤甲遮盖了他的面容 让其他人看不到 唐天的表情 也好 你就在一边看着好了 动手 化跃声说完 怀抱当中的古琴 一下子就横在了左手上 右手优雅地在琴弦之上一摸 顿时嗡的一声 竖道无形的气刃 向着牧师积涉而去 牧师目光一凝 手中圣经翻动 哗哗作响 猛然停留在一夜之上 只听他念叨 神说 向往光明的 都将得到神的庇护 他说完之后 一道金色的光柱 从天而降 一下子就将他笼罩在了其中 最后化作了一个 直径十米的金色光照 将他保护了起来 光照上面金光积涉 并且 有无数的梵纹在上面流转 当光照形成的瞬间 竖道无形的气刃 就已经披在了光照之上 每一道气刃 披在光照上 都会出现一圈圈的波纹 不过在上面的梵纹 流转之下 都恢复了平静 气刃根本就四不破 牧师周围的光照 别看着无声无息的攻击和防守 但是却惊险无比 那无形的气刃 虽然看不见 但是所过之处 却空气如流水荡漾 要有光 光照大地 驱逐一切邪恶 处在光照之中的牧师 此时一脸的神圣庄严 口中念叨 手中的圣经翻动 话音落下 华月生头顶上方 一道直径五米的金色光柱落下 虚空塌陷 无法承受那恐怖的威力 空气如粘稠的果冻一样 被恐怖的金色光柱排开 转瞬之间 双方攻守的角色转换了过来 华月生嘴角冷笑 手指不停地在琴弦之上拂过 嗡嗡嗡的声音当中 无数无形的气刃向上方的光柱击射 无法看到那无形的气刃 但是却能够看到 华月生头上的虚空都扭曲了 隐约能够根据空气扭曲的痕迹 看出气刃划过的轨迹 无数气刃汇聚于光柱的下方进行对抗 之间那光柱下方不停地炸开 一道道光芒击射 无比恐怖的光柱 就是无法落下来 就像砍干这一样 不知道多长的光柱 被一节一节地炸开 最后轰鸣一声 被无形的气刃完全撕裂 化作无数金色的光芒 消散于天地之间 另一边 被华月生称作老齐的骑师 与金发女法师的对抗 也在华月生动手的时候开始了 无数黑白的棋子 如天女散花一样 被他抛射到广场的每个角落当中 棋子之间相互发光连接 形成一个恐怖的棋盘 交错的线条当中 棋子化作一道道黑白的狼烟 扭曲了虚空 将那覆盖整个广场的巨大金色法阵 蹦射而出的无穷冰刃 扭曲粉碎 让其落不下来 双方的对抗堪称恐怖 扭曲了这一方天地 地面在崩碎 空气在扭曲 仿佛要将这一方天地都粉碎一样 人在外面 根本就看不到这里面的场景 唐天独自站在这扭曲的广场之上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不管最后谁输谁赢 都有他的一份果实 不过唐天却不会就此满足的 他想要的 不光是分得其中的一份 而是要将所以人的铁牌和积分都拿到手 他没有动手加入战斗 而是时刻注意着这里的动静 别这里再打声打死 最后被别人占了便宜 不过这里的几个人 战斗的何等的恐怖 一般人根本就不敢靠近 这倒是省了唐天的事 嗡嗡嗡 嗡嗡嗡 此时 华月生右手都亮起了灰色的光芒 手中古琴琴弦发光 灰色的手指拨动琴弦 猛然扫出 前方的空气扭曲 一大片恐怖的气刃当即爆发 扭曲虚空 一片身穿残破铠甲的骷髅 举起手中的战刀 劈天盖地地 像处在光照当中的牧师涌了过去 幽冥琴音召唤出的幽冥鬼兵吗 有意思 没想到这家伙学会了这个技能 我还以为是六指琴魔的天魔八音呢 看到华月生的动作 唐天在心中想到 华月生此时弄出的动静 和功夫当中两个瞎子琴师 搞出的场面是何其的相似 之上场面比电影当中的浩瀚了何之百倍 那劈天盖地的幽冥鬼兵 简直就像是从地狱当中冲杀而出的军队一样 怒吼着冲向了牧师 神说 邪恶将会被驱逐 牧师手中的圣经翻动 神态圣洁高贵 口中念念有词 当他的话音落下 保护着他的光照上面那无数流转的范文 亮起了刺目的光芒 一个个地脱离了光照 迸发无量光芒 一圈圈地向着无数的幽冥鬼兵淹没了过去 金光无量 淹没以牧师为中心 方圆千里的空间 无尽的幽冥鬼兵 如地狱当中杀出的军队 冲击了金光当中 无数噗哧噗哧的声音和鬼兵咆哮的声音 在金光当中响起 空间在扭曲 金光在暗淡 鬼兵在减少 当很快这里平静下来的时候 无尽的幽冥鬼兵已经消失不见 而金光也已消散在天地之间 甚至守护牧师的光照都已经消失 只见牧师一脸苍白地看着前方再次开始抚琴的化跃声 嗡嗡嗡 当琴声再次响起的时候 牧师身体周围的空间扭曲 无数无形的气韧将其淹没 他想要对抗 不过最后还是 身躯扭曲消失在了原地 砰的一声 留下了数百块铁牌逃走了 牧师逃走 华月生脸上绽放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转而将目光看向了金发女法师 正挥动法杖施法的女法师 正在对抗老琴 却感受到了华月生的目光 顿时眉头一皱 然后冷声说道 哼 我们还会见面的 到时候 我一定会讨回属于我的东西 女法师说完 一道金色的法阵 在她脚下出现 无尽的金色冰刃将她包围 就要带着她冲天而去 可是此时 老琴却诡异地笑道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吗 要走也可以 把该留下的东西留下就可以了 我们也不是感情杀绝的人不是 他口中说着 女法师附近的几颗黑白棋子 一下子就炸了开来 化作一团扭曲的狼烟 当狼烟消失之后 冲杀出几个分别穿着黑白衣服的剑客 向着女法师冲杀了过去 这几个身穿黑白衣服的剑客 没有表情 没有思想 有的只是一股必杀对手的气势 他们速度极快 手中长剑挥舞 蹦射出扭曲空间的剑气 将女法师逃走的路线 全部封锁 女法师无奈 包围自己的金色冰刃 一下子爆发开来 金光击射 虚空扭曲 一举将几个黑白剑客灭杀 自己的金色冰刃 也被全部打碎 不过她却看到 那金色刀兵绞杀的那里 是什么剑客 分明就是一颗颗黑白的棋子 已经被削成了两半甚至碎片 其实果然厉害 这是画虚为实吗 看到这一幕的唐天 心中暗自想到 用你们东方的话来说 我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早晚有一天会见面的 或许就在今天这个竞技场当中 到时候 我一定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女法师无奈 若是再不交出铁牌 被传送走的话 恐怕就走不了了 光是一个老旗 就已经很难缠了 更何况 还有一个腾出手来的花月声 女法师的身影 扭曲消失被传送走 地上掉出了数百块黑色的铁牌 哈哈 发财了 看到女法师离开之后 花月声当即开怀大笑 哪里还有之前那书生义气的模样 当一切平静下来的时候 这整个广场 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地面被打残 甚至连广场周边 原本残破的建筑 都倒塌化成了碎片 目前整个广场之上 就剩下了三个人 花月声 老旗和唐天 与此同时 花月声和老旗对视了一眼 将目光看向了唐天 第520章 梅花飘零 被花月声的琴声吸引 包括唐天在内 原本这个广场之上 有八个人 可是经过一番花月声 两人的算计挑拨之后 此时在这里的 就只剩下唐天花月声 和老旗三人了 唐天一早就看出 花月声和这个老旗有猫腻 一个用琴一个用琴 要说这两人关系 不密切 打死唐天 都是不相信的 对于他们之间的所谓纠葛 唐天是不相信的 那全都是猛外国人的假象 此时 当牧师和女法师相继离去之后 花月声和老旗的目光 一同聚集到了唐天的身上 对于唐天 他们两个内心都是无比警惕的 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 就是咬人的狗不叫 而无疑唐天此时在他们心中 就是这样的人 从一开始到现在 唐天都没有出过一次手 完全看不出身前 但是唐天有不曾离去 就那么平静地站在那里 波澜不惊 这让他们心中没底 天朝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 知己知彼 谋而厚动 如果你完全看不清一个对手的实力的时候 那么你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暂时的退彼 显然 此时的花月声和老旗 虽然心中对唐天警惕无比 但是怎么可能放过到口的肥肉 两人看着唐天 缓缓走了过来 花月声开口说道 朋友 戏看完了 人也走了 该散场了 你不离去吗 听到花月声的话 唐天心中暗自让便衣腰疼 接触藤甲状态 一袭长袖 T恤外套黑暗披风 就那么平静地看着花月声说道 好戏虽然完了 但是我还想要最后的战利品 你们说怎么办 听到唐天无比平静 却有无比坚定的话 花月声心中一惊 瞳孔收缩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知道 唐天在心中必定有那个自信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拿到战利品的本事 不过他却不会 将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东西 拱手让人地 眯着眼睛开口道 朋友怎么称呼 小弟花月声 乃是西湖山庄的人 想必大哥也不是无名之辈 只要报上名号 若是朋友的话 战利品分你一份也无妨 听到花月声的话 唐天眼角的眉毛挑了挑 没想到 对方居然是十大势力之一 西湖山庄的人 难怪一个个的 都跟咸云野鹤一样 不是情就是奇的 西湖山庄嘛 听名字就知道 这里的人心性 或许大多都趋向于平和了 唐天也从他的话当中听出 想要战利品可以 你要你能说出一个相匹配的身份 给你也无妨 唐天笑了笑说道 若是我想要全部的战利品呢 而且 包括你们自己身上的全部都要 话虽然平淡 但话语间却透露着无比的强势 我不但要战利品 还要你们的 朋友 人要学会知足 有些东西拿着烫手 而且 也要有本事才能拿到 大话谁都会说 但是你确定要拿这里所有的战利品吗 老齐站在华月生身边 眯着眼睛 打量着唐天沉生说道 有没有本事 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唐天笑道 若是之前其他七个人都在的时候的话 唐天不敢说这样的大话 但是现在 只有华月生和老齐两个人吗 唐天还是有那个自信的 不是唐天不讲任何情面的 想要吞没所有的战利品 毕竟 那也是人家辛辛苦苦得来的 可是唐天来这里的目的 不只是威力进行所谓的王者禁忌 而是为了获得积分 对付重生者刘峰 为了心中的目的 唐天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并且 这个世界本来就这么残酷和不讲理 谁的本事大谁 就能拥有更多 不是吗 哦 你就那么自信 华月生眯着眼睛问道 抱琴的双手下意识地紧了紧 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架势 倪人还有三分火气 更何况都被唐天欺负到这个份上了 无声无息之间 金银透明 并且叨叨细小寒流盘绕的颤琴剑 出现在了唐天手中 金银透明的剑身散发着 莫名的生冷寒意 道道寒气凌厉刺骨 手持颤琴剑 唐天笑着对华月生说道 难道我说的还不明白 还是你理解不能 唐天此时已经摆明了态度 我要定了 所以包括你们身上的战利品 答应好说 不答应 也要让你们交出来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那我们就要讨教一下朋友的高招了 若是你真有本事 给你 我们也心甘情愿 华月生口中说完 手中鼓琴一番 左手托住鼓琴下方于胸前 右手手指轻抚琴弦 叮咚琴音当中 一道道无形 却撕裂一切的气刃 向唐天激射而来 面对那将空气 都切割出阵阵波纹的气刃 唐天仿佛视若无睹一样 一步一步地走向华月生 手中晶莹的扩建址地 并没有出手 这人是在找死不成 面对我的琴音气刃 居然丝毫不躲 也不反抗 看到唐天的动作 华月生心中宁然想到 可是 让他大吃一惊的是 自己拨弄出的气刃 在相距唐天身躯一米远的时候 只见唐天身躯周围 空气荡起阵阵波纹 随之自己的琴音气刃 如泥牛入海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根本就不能对唐天 造成丝毫的伤害 这怎么可能 华月生心中震撼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他对自己拨弄出的琴音气刃 有多么恐怖 那时再熟悉不过了 可以说 哪怕是一栋房子 都能无声无息将其切割 但是此时却连唐天的身都进不了 这是什么状况 难道他身体周围都是真空吗 只有真空 才能阻挡一切震动 和音波的传递 不信邪的华月生 再次拨弄出一大片气刃风暴 欲要淹没唐天 将他撕扯粉碎 以至于方圆百米的空间 都被无尽的气刃搅得扭曲了 可是无一例外的 所以的气刃 在相距唐天体外一米的地方 就消失不见 如泥牛入海一样 没有见起半点波纹 这简直让华月生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那里知道 唐天看似随意地行走 却是暗中使用了 七阶技能太极拳 太极玉器 润物无声 唐天那看似没有任何状况的体外 却是有一道无形旋转的阴柔漩涡 吞没华月生无穷的情音气刃 让其不得近身 太极拳可是七阶的技能 而且唐天完全能够任意地使用 把握他的力度 与无声无息之间 就化解了华月生的攻击 如闲亭看花 优雅从容 这化月生拨弄出的情音气刃 声势固然浩大 但是七威力 也最多就相当于二阶的技能攻击了 要知道 阶位的技能 每一阶的差距 都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二阶的技能 在面对七阶技能的时候 唐天之上稍微使用了一点七阶技能的手段 就将其化解了 说实话 这化月生能够掌握二阶技能 并且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 在唐天看来 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殊不知 很多掌握了高阶位的技能 却无法完全掌握 发挥出威力来的人 比比皆是吗 化月生攻击唐天 边上的老旗也没有闲着 一个个旗子 如丢进水中的石子一样 在空气中 荡起一圈圈波纹 落到唐天身躯周围 形成了一张旗盘阵法 欲要将唐天封印 倒到狼烟扭曲虚空 封锁唐天前进的脚步 但是唐天之上那么平静地行走 对这些视若无睹 一切靠近他的攻击 都于无声无息之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端是邪门无比 太极玉气 润雾无声 上山若水 至阴至柔 与无声无息之间 抵御两人的攻击 唐天没有感到丝毫地吃力 如闲听看花 怎么 还要继续吗 唐天手持颤琴剑 站在化月生和老旗十米开外 微笑着说道 我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邪门的事情 你到底是谁 看到唐天这样 化月生终于爆发 书生意气不在 目露寒光 右手灰色光芒闪烁 手中古琴琴弦光芒乍起 手指拨弄琴弦 空气扭曲 嗡嗡嗡的声音当中 一大片幽名鬼兵冲杀而出 老旗也没有闲着 无数的黑白旗子 散布于广场之上 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旗盘 旗子如燃烧一般 化作无尽滚滚狼烟 凝聚成一个个黑白长山的剑客 向唐天冲杀了过来 这一片区域 再次变得扭曲了 地面无声无息之间在粉碎 空气在荡漾扭曲 哪怕是钢铁 处于这片区域都要化作粉末 冥完不灵吗 唐天脸色一冷 口中冷冷地说道 眼光闪烁 身形扭曲 化作虚无 不知为何 化月笙和老旗 突然之间感觉到了一丝寒冷 在这扭曲的广场之上 突然感觉到了一阵清风吹来 伴随着淡淡的清香 那是一种花香 化月笙灵光一闪 这是梅花的香味 可是 这竞技场当中 那里来的梅花香 这是 化月笙目光一正 不止何时 这片空间当中 飘起了一阵洁白的花雨 朵朵洁白的梅花 在风中飘零 清香四溢 让人迷醉 洁白的话雨飘飘洒洒 一下子就笼罩了整个广场 然后 在化月笙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下 所有沾到花瓣的幽名鬼兵 都在无声无息之间 化作粉末消散 而那些棋子召唤出来的黑白剑客 也是如此